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幅成长了88% 那其实菲律宾在新冠疫情后段 旅游业产值的成长速度就已经冲到了全球第四 如今更有航空业者看准商机 开发从台北直分菲律宾北部 克拉克经济特区的航线 这不只是做台商或者做转机客的生意而已 这里的观光客在2016年是64万人次 2022则已经有逼近90万人次 吸引了上千家美国日韩大陆业者 在这个经济特区打造各种结合当地特色的休闲活动 另外这里的皮纳土坡火山 虽然1991年的爆发重创菲律宾经济 不过现在除了已经恢复自然生态 当年的火山口 如今也成了蓝绿色的美丽湖泊 向全球游客招手 庆祝新航线开张 月升悠扬 为剪彩仪式热闹揭开序幕 3 2 1 恭喜解采 瞄准出国观光和欧美中转需求快速复苏 经营菲律宾市场超过30年的长荣航空 首推从台北到克拉克每日直飞航班 自疫情虚缓后 今年2月间 台湾赴菲律宾旅次 已较去年大幅成长88% 长荣航持续扩充东亚航网 对当地前景深具信心 菲律宾这个市场非常的大 包括从世界各地经过台北到菲律宾的旅客 不管是观光客也好 或者是菲律宾的国民 还有包括从菲律宾出来到世界各地的旅客 这是一个蛮大的市场 还有一部分原因是要疏解 马尼拉机场的一个拥挤的状况 航程约两个小时 飞机降落在旅宋岛中部 由法国团队操刀设计 崭新的克拉克机场 距离马尼拉大约90公里 可作为替代门户 有助于舒缓首都机场拥塞现况 这也是前总统杜特地在位时期 重要基础建设之一 菲律宾拼观光 企图心不言可遇 驱车前往 成立超过30年的私人飞行俱乐部 这里有各式各样轻航机任军挑选 教练Rong建议乘坐开放式驾驶舱 最能体验飞行快感 这一台飞行为45毫升 这一台飞行为45毫升 这一台飞行很轻 非常轻航 但既然我们在宇宙的自然体验 你会感觉到你的身体的速度 我们会变成这一台飞行 用引擎緩緩使向跑到起點 沒多久開始全力加速衝刺 沒有高樓遮蔽田園一望無際 輕航機遇風而行 克拉克美景盡收眼底 這時教練忙著手腳併用 努力保持水平 因為強大風阻讓人很難說話 還得小心抓緊攝影機 業者坦言目前菲律賓政府 對輕航機缺乏法規管制 也無強制保意外險 因此飛行時數每超過25小時 就要進場維修 盡力保持飛安零事故紀錄 凌晨摸黑離開克拉克市區 約莫一小時車程 抵達之處司機向導和小販聚集 比菜市場熱鬧 來到克拉克絕對不能錯過的 世界級美景就是Pinatubo火山了 Pinatubo在1991年爆發後 經過二三十年的收養升息 據說現在已經恢復美麗的景致 我們清晨四點半從飯店出發 現在就跟著向導上山看美景 GO 這時東方破曉天才剛亮 車輪捲起滾滾煙城 我們正穿越全球最壯觀的火山泥流峽谷 Pinatubo劇烈噴發時 四十公里高的火山灰和泥流覆蓋大地 當時原住民擔心惡夢重演 被迫離開家園 我們正在打擊車輪 所以我們要打擊車輪 我們要打擊車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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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野車顛簸一個多鐘頭 終於抵達半山腰 旅程還沒晚 接下來繼續徒步攻頂 被旅民夏季少雨乾旱 登山客必須走在河床上 橫越裸露的石塊和潺潺溪流 一個多小時的絞城後 景觀漸漸豁然開朗 海拔高度1400多公尺 直徑2.5公里的火口湖已是獨立 經過半世紀休養生息 如今草木復甦 吸引全球觀光客不遠千里而來 我覺得這邊景觀蠻雄偉的 因為知道說這邊是火山口 而且今天天氣不錯 所以整個湖面啊 就是這樣子噪音下來都蠻漂亮的 拼達突破火山爆發 被稱作是一場美麗的災難 因為當時它是20世紀 規模第二大的火山噴發 造成近千人傷亡 超過20萬人流離失所 不過當時的火山口 現在變成了火口湖 也為當地創造了觀光商機 彷彿置身風景明信片中 每位遊客都猛按快門 記錄大自然的壯觀與絕美 然而受限於氣候 這裡並非一年四季都能造訪 當地向島提醒 向朝聖得避開雨季以免撲空 海陸空玩法多元 物價又低廉 克拉克經濟特區 觀光客從2016年的64萬人次 2022年提升38% 來到全年僅90萬人次 吸引1200家日韓業者 物資和美商 投資飯店和高爾夫球場 打造運動休閒新據點 其中也不乏台灣業者 來這裡卡位 近期CDC的政府是期待 把整個克拉克地區 把它打造成一個 運動中心的概念 所以它也很積極在推動 這個三鐵 鐵人三項 馬拉松 這些都是他們 目前他們想要把這個 裡面打造的一個 智慧城市運動中心的一個概念 中華民國國旗在克拉克街頭飄搖 這間佔地4萬平方公尺的台資飯店 客房數超過140間 曾是ASEAN東協高峰會場地 接待過多國元首 甚至有韓劇來取景 但因疫情衝擊 過往一防難求的盛況 也難免遭波及 在觀光業資歷20年的唐俊傑 想方設法找出路 樂團每日駐唱 顧客兩三杯小酌微醺 可打打撞球 或拍張網美照打卡留念 疫情嚴峻期間 唐俊傑靈機移動 把停車場改造成大排檔 導入台式熱炒 日式串燒 壽司 以及在地特色小吃 不僅成功用餐飲創造現金流 也將台灣美食文化帶進菲律賓 這一區的話 就是我們的BBQ燒烤跟日式的 那在後面那邊的主廚房 就是會出一些台式的熱炒 客人不敢在室內用餐 那不然就是要加大這個社交距離 所以我們就想說 利用現有的這個停車場的區域 來改造成是一個戶外露天的 反應真的很好 因為他說沒地方去 反而那個時候 比現在還要再好一些 因為現在已經選擇太多 全部都開放了 從六層樓高的龍捲風順水而下 盡情尖叫超紓壓 東南亞最大水樂園 因為疫情整整修緣兩年後 再次向全球遊客招手 受惠於台灣、東京、香港、泰國、澳門 陸續氣動直航 克拉克摩拳擦掌 搶賺觀光財 趣事待發 TV別新聞 陳又翔 戴元利 在菲律賓的採訪報導 當然說到在菲律賓的經濟特區 可能很多人想到的是 蘇比克灣 這個自由港區佔地 一萬五千公頃 比新加坡還大 當年也是由美軍基地改建而成 TVS鏡頭就獨家拍攝到 仍然屹立的美軍彈藥庫遺跡 據了解 許多設施的下方 現在也還是有地下碉堡 而由於基礎建設相對雜實 加上它位處亞太中心位置 發展條件頗為優異 在中美貿易戰爆發之後 就有越來越多的製造業、科技業 把投資眼光從中國轉往蘇比克灣 而其中更有台商在這裡打造 200公頃工業園區 同時開發保育區 希望打造下一個長灘島 而其實在30年前 就一度有多達300多家台商 因為南向政策 選擇在蘇比克灣發展 即使西進風潮崛起 也還是有人相信蘇比克灣的實力 堅持到現在 利用模具和壓力 把板金毛胚製成零組件 菲律賓當地沒有的加工機械 這裡甚至能自行打造 生產流程精細分工 這一區負責上漆烘乾 有的人忙包裝 超過300名員工 操作自動化設備 切割機和衝床機具 各個駕輕就熟 台商黃錫中 看準蘇比克灣衛星城鎮 工資低廉 人力充沛 因此早在30年前 就在這片9000坪廠區 做起量販百貨置物價的獨門生意 因為你拿包包放這邊 要拿錢 付錢 所以這邊是要讓他 放他的手提包用的 這邊還有架子還沒接上來 這是在收銀的部分 設計軟體全英文介面 菲律賓員工進入門檻低 黃錫中擅長客製化小量生產 跳脫低價競爭 不僅內需市場龐大 還能出口美國 加拿大 澳洲 享有零關稅優勢 黃錫中直言 菲律賓工業並不發達 台商卡位有利益 菲律賓就是英國比較強 所以這個地方要離台灣近 所以後勤也容易補給 而且是一個民主國家 不會像中國比如說 招令戲改 這張大概是不會改 所以這張是有它的優勢在 你要聘用人啊 或者說你要 比較沒有跟你競爭員工啊 比如說你訓練好的員工 不會被搶走啊 所以員工的那種 就是說 忠誠度啦 跟流失率比較低 所以我的功能可能 就跟著我三四十年 蘇比克灣面朝南海 是天然深水兩港 1991年皮拿圖寶火山爆發後 美國海軍基地被迫撤離 蘇比克灣順勢轉型 成為自由港經濟特區 當時適逢1990年代 以前總統李登輝 提唱南向政策 吸引偉創 東元 中信 日立等業者落腳 帶動蘇比克灣全盛時期 台商達三百多家 但碰上1997年 亞洲金融風暴 南向政策功敗垂成 加上2000年 西進風潮崛起 包括當時最大台商偉創 都將筆電產線 轉移至中國大陸 如今風水輪流轉 隨著大陸經營成本提高 和中美貿易戰攪局 蘇比克灣又搖身一變 成了台商分散產線避風港 155台重機具進駐 施工人員24小時輪班 要趕在雨季來臨前 完成所有基礎設施 來自台灣的松葉貨社 砸下新台幣110億 取得蘇比克灣200公頃土地 分三期開發成工業區 有越來越多布局對岸 又得兼顧美國市場的出口業者 來這兒投食問路 我們的替田式設計 就是為了防止 菲律賓最嚴重的水患 咱們的雨季一下就是3到6個月 那這個3到6個月是不斷的暴雨 這種狀況 那我們做這種開發式的設計 就是不要讓水 停留在道路或者是廠房內 從高空俯瞰開發完成的90公頃面積 超過一半已建好廠房 配合蘇比克灣管理局規劃 未來園區第一期 將迎來上百家二手機具廠進駐 讓掉臂車、挖土機、堆高機 有展示拍賣空間 至於原本的二手機具沿海聚落 則會釋出商業用地 改為發展觀光 這一塊的話就是我們二手車的標準廠房 我們的裡面占地面積是50% 那室外面積是50% 尤其是今年特別多 每個禮拜差不多 都會有3到5組左右的廠商過來參觀 工業區幕後推手 是深耕菲律賓超過20年的台商蘇國方 即興建營造提供廠房租賃後 這邊規劃成是一個經濟的免稅特區 那初期當然是需要這些 我們這些傳產來帶動這些的工作機會 就業機會 那現在工作機會 包含這些場地工廠之外 都已經滿順利了 那所以現在未來是希望說 由我們的傳產帶動這邊的觀光 因為這邊有一個非常天然的 一個很好的環境 白色挑高屋頂典雅氣派 看重1996年亞太金河會 APEC場館別具歷史意義 蘇國方重新裝點 打造成私人招待所 與15層樓酒店高級住宅 矗立海景第一排 與對面半島隔海相望 十萬株原生樹種 郁郁匆匆 其實裡頭藏著美軍駐紮時期 遺留下的軍事訓練基地 蘇國方耗費多年 終於取得開發許可 未來總占地291公頃的淨土 將出現海景飯店 森林別墅 甚至住宅區醫院和學校 吸引台灣數家知名遊樂園來探路 搭乘越野車顛簸起伏 穿梭在淺灘和原始密林間 這片綿延3.5公里的海岸線 已有怪手進駐整地 我們繼續深入半島核心 一探美軍遺跡神秘面紗 以草堆和泥土掩蓋的小土丘 一座又一座 總共28座彈藥庫 在美軍撤離30年後 依舊屹立不搖 其實它的保存非常的完整 我們可以看到它的最大的 牆壁的厚度達到將近2米 那所以其實我們希望說 在開發這個園區的時候 我們可以保留這樣子的歷史遺跡 半世紀以來隔絕暑氣且滴水不漏 堪稱銅牆鐵壁的彈藥庫 內部空間約莫80坪 外頭各搭配一座防暴擋牆 讓人感受到幾分前線駐軍的速殺氛圍 業者規劃這批軍事遺跡將悉數保留 作為酒吧 酒窖或餐廳使用 至於比林的珊瑚沙沙灘也有設計亮點 我們是整排的天然食物 所以造就我們這邊會是一個 全世界非常古特的地形 就是我們有長達將近150米的淺灘 就差不多水只有到膝蓋左右 那所以未來我們在這個商業區域 我們會規劃海上的高爾夫球產品 就真的是把高爾夫球往海裡面打 那我們會在下面補網子 把它等到退潮的時候 我們會把它整個再拉上來 蘇比克灣管理局釋出土地拼觀光 不過開發比例限制在總面積的3到4成 保育區內大型樹木也都編號造冊 每砍一顆就得種回50顆 維持當地旅裔生態 台上看好菲律賓人熱愛河家旅遊 又勇於消費的生活型態 要把作用地理優勢的蘇比克灣 打造成下一個長灘島 從馬尼拉到蘇比克灣 只要兩個半小時 那所以在疫情前的時候 每一年度差不多170萬到200萬的 觀光人口到這邊 那現在整個3年的疫情過後 這個已經在復甦 而且復甦得非常快 所以我們希望趕快把這個特區 這個園區趕快把它建立起來這樣 蘇比克灣積極招商引資 喊出企業所得稅5% 高科技業6年免稅 和進口原物料減稅等優惠待遇 昔日的軍事要塞 蛻變為製造業和觀光門戶 兵價必真 TV別新聞陳佑祥 戴元利 在菲律賓的採訪報導 菲律賓還有一個特點 讓他顯得生氣勃勃 就是大約1億1000萬的總人口 在東南亞排第二僅次於印尼 全球則排名第13 這樣的人口紅利 成了菲律賓經濟成長的最大驅動力 例如位在馬尼拉灣 曾是全亞洲最大 現在也還是名列前茅的 SM亞洲購物中心 即使佔地面積有81座足球場那麼大 總是有消費者進進出出 不會感覺冷心 所屬集團就規劃 要繼續擴充規模 而在亞洲各國生育率 普遍減少的情況下 菲律賓更是一枝獨秀 除了總人口 這聯合國估計將持續增長 到2100年 將上看1億8千萬 增加23%之外 特別是被認為 生產消費主力的15到64歲族群 青壯年比例在2050年前 在菲律賓也都會持續增加 台灣超商龍頭 就看好這樣的消費力 計劃在菲律賓展店 要達到每年新增300家 口中喊著歡迎光臨 雙手同時快速點鈔 每天一到中午休息時間 都會像這樣忙得不可開交 這間位於住宅區和金融中心的門市 麻雀雖小五臟俱全 店內明星商品跟台灣7-11比一比 看看有哪些地方不一樣 菲律賓人很喜歡炸雞 尤其是炸雞 尤其是炸雞 和肉 所以在2018年 7-11的菲律賓人 有機會 提供燒烤雞 現在我們很開心 說炸雞 炸雞 現在在1900 7-11店內 這是一名最多的食物 菲律賓人無肉不歡 炸雞絕對稱得上國民美食 跑燙7-11 就買得到熱騰騰炸雞和炸雞塊 還有辣牛肉 火腿起司 跟鮪魚餡料炸麵包 你意思是這個嗎 這是法國瓦尼拉 是 這是最多的嗎 最多的 這也是同時 因為菲律賓人喜歡甜甜 所以甜甜甜 所以甜甜 複製台灣City Cafe現煮咖啡 菲律賓版的招牌品項 滋味偏甜 醉對當地人的味 至於另一款暢銷飲料 跟台灣消費者可就有志一同咯 對於飲料 一名最多的一名 7-11 其實是台灣的產品 像Mind Shine Mind Shine Mind Shine是我們最好的賣 受惠於疫後解封 人潮大幅回流 菲律賓7-11 終於擺脫 2020 2021 連續兩年 因為封城虧損的陰影 2022年營收 沖上634億PiSol 一局轉為獲利 20.6億PiSol 創始上新高 目前全國門市突破3400家 市佔率六成 穩坐菲律賓超商龍頭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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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 尤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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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公司 都會有 我們願意抵抗 根據未來流通研究所 2021報告顯示 台灣超商突破1.3萬家 平均每1582人 就擁有一家超商 但菲律賓覆蓋率 停留在約2萬人 仍有很大發展空間 7-11持股超過半數的統一超 看好年輕客群消費力 將開發更多三明治 沙拉等鮮食 並擴充服務 持續打造 獲利小經濟 因為繼續 人生育增長 和生育增長 我們現在 每年開發 約300新店 每年 我們希望繼續 因為我們 在接下來年 超商加速能否成長 與國民所得 GDP息息相關 回顧近十年來 菲律賓除了2020年 因為新冠疫情攪局 GDP罕見 復成長外 幾乎年年 GDP都衝破5%到6% 2022年 甚至重返2013年 7.2%水準 聯合國2022年 人口展望報告也預估 在亞洲生育率 普遍減少的趨勢下 唯獨菲律賓一支獨秀 2100年人口 將歷史增加23% 上看1.8億 有GDP和人口紅利撐腰 加上菲律賓及時行樂 有錢就花的民族性 帶動零售業興盛 購物中心如雨後春筍 號稱菲律賓最大 也是亞洲最大購物中心 SM Mall of Asia 佔地58萬平方公尺 換算面積相當於81座 標準規格足球場 不分平假日 幾乎天天人滿為患 菲律賓一年四季高溫炎熱 電價是亞洲最貴 戶外又少有綠地公園或遊樂場 因此到購物中心 逛街順便吹免費冷氣 成了市景小明的日常 光看SM Mall of Asia 這家購物中心 每一年兩回為期三天的週年慶 單日就可迎來五六十萬人次進場 耶誕節當天甚至能湧入八十多萬人次 相當於2022年邊境解封 全年來台灣觀光的國際旅客量 菲律賓其實喜歡去公園 我們是一個社會 一個社會的社會 以及社會的社會 在這裏 在這裏 購物中心 成了親友聚會社交重要場所 也因為消費文化特殊 購物中心逐漸從單純商場 變身社區服務站 在不少購物中心裡 可以看到銀行 醫療診所 旁邊還有辦演唱會的體育館 甚至設教堂讓你做禮拜 二次每月 所以我們跟我的家人一起去 差不多五個小時 因為我有一個孩子 所以她們在街上玩 可能我們從10時到7時到10時 我們的街上設計 所以你能做到的 我們在街上設計 還可以把你批評 修改了 都可以把你批評 在街上 你可以把你批評 在街上 可以把你批評 你批評 在街上 都可以把你批評 在街上 情侶傍晚看夕阳 等于在这里消磨一整天 在菲律宾拥有82家购物中心的SM集团 虽然难逃疫情终成冲击 但报复性消费已快速回温 激励2022年购物中心营收 冲上498亿piso 较前一年的241亿piso 猛暴性增长 分之106 瞄准疫情后的复苏商机 SM集团正在积极扩建购物商场 未来在shopping mall里会有户外公园 甚至还有足球场 总规模面积将晋升全菲律宾第一大 甚至挤升全球前三强 菲律宾有东斜十国最大的贫富差距 却有最飘悍的经济成长率 突破1.1亿的人口红利 是负担和挑战也是机会 《约别新闻》陈又翔代言力 在菲律宾的采访报道 菲律宾最新公布的继经济成长率 虽然略有放缓 不过还是远高过中国印尼越南等国家的数字 而菲律宾发展预算协调委员会 看好国内需求增加 还有就业条件改善等等 对未来几年的经济成长 也因此都保持乐观 只不过近来菲律宾跟其他国家类似 也面临进口原物料价格上涨的压力 特别是菲律宾虽然号称农业大国 不过因为设施技术都仍然落后 大多数农民还停在看天吃饭的阶段 稻米蔬果等等大量养赖进口 也更增加了通膨压力 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是因此喊出 要强化与先进国家技术合作 让农林榆木业以每年1.8%到3.3%的速度扩张 提升粮食自给率 也就有当地经营多年的台商说了 这对于缺乏耕地 但有精良技术的台湾青农来说 大有可为 水产专用饲料 正一袋袋充田包装 从小移居菲律宾毒气管出身的台商 第二代吕家豪对饲料生产流程了弱执掌 因为我们有放一些这些鱼油 鱼油吃药的摄取率比较高 因为一定要让鱼吃多 那才会长弱嘛 对不对 菲律宾水产养殖 以无锅鱼和湿木鱼为大宗 吕家豪自家饲料 产入益生菌 维他命 矿物质和鱼油 有助减少水质污染并降低死亡率 随着菲律宾人口成长和年轻化 对鸡猪鱼肉需求大增 也带动饲料液前景看好 它是一个制造面粉的一个by product 要让它一直转一直转 这个洞下面再有一个输送带 就是要让它进到饲药厂 不过成为饲料配方前 得先靠科学把关 实验室利用静红外线检测仪 分析脂肪和蛋白质成分 确保料源品质 台商招牌稳坐市站 有其成功之道 原料可以分为说是大宗原料 还是这种小宗原料 就是一些维他命 矿物质 或是抗生素 或是一些氨基酸的 三个月以内所有的样品 我们都一定要储存起来 要是万一说有发生什么事情 才能够往后去追踪 经销商和养殖户的卡车 在出货区排队领货 然而接单再热络也难逃 俄乌战争冲击 黄豆 小麦 玉米 去年至今价格强坦30%到40% 导致饲料厂成本暴增一度亏损 但危机也是转机 吕家豪的父亲吕秀南 从通膨风险中发现新蓝海 有见于非洲猪瘟肆虐 导致菲律宾猪肉严重短缺 吕秀南2025年前将陆续投资 40亿piso 折合新台币25亿 要在近70公顷的土地上 打造4座种猪场和4座肉猪场 并导入太阳能发电和余电共生 市场我们进去 车子一定要先清洗 清洗完以后人要下来 人要消毒 走消毒到过去 消毒到过去以后 我们再上车 上车车子再消毒 消毒再出去 Bio Security 非常非常严 我们一直都在注意这些要怎么做 菲律宾猪肉价格 往年大约落在每公斤100到120piso 折合新台币62块上下 非洲猪瘟爆发后 全国猪只数量砍半 猪价一度翻倍 上看每公斤250piso 市中心猪肉价 甚至见到四字头 吕秀南分析 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氏上台后 兼任农业部长 还向亚洲开发银行 贷款约251亿piso 就是要部分补助猪农复养 确保粮食安全及粮食自主 那现在大猪场 他现在有一个计划出来 你已经养过猪的 那你肉猪你没有用 他是要钱给你买种猪 我们现在也是在开始在筹备这个 为了改变菲律宾农产品 高度仰赖进口现况 小马可氏喊出 2023到2028年菲律宾发展计划 目标农林渔木业 要以每年1.8%到3.3%速度扩张 同样位于亚热带岛屿的台湾 作物品种相近又有技术优势 台商也从中看到机会 在银黑布上每隔25公分做个记号 罐头模具里烧热炭火后就能轻易打动 最后移植种苗等待收成 菲律宾务农人口多但栽种技术欠佳产值低落 这群高中生把台版田间馆里带回校园 替未来出路打基础 这一年我们已经发生了高中生的高中生的高中生 所以当我们的学生出我们的高中生 他们知道如何製作栽种系统 这是蟹团 很多种台湾人 食农教育幕后推手是菲律宾华侨第二代红中介 虽然念的是经济会计 但在因缘际会下 引进MIT农业资财和技术 一开始菲律宾农民并不买单 我进20奖 一年没有卖 因为没有人懂 那我们第一步就是把那些送 送给农民用 然后给他们看 刚开始他们说那么贵我们不买 可是他们一用就看到了那个利益 第一就是不用除草 第二就是下大雨那个也不会饮水 农中介在吕宋岛南部 辟建的四公顷示范农场 展示应用各式各样台湾资财 他还引进组织培养技术 用植物器官或细胞做无菌繁殖 透过恒温和人工光照环境 快速生长育苗 另外 红中介教农民 用竹子打造检疫温室 花不到新台币3000块 就能提高产量 一年四季有收成 叶子和碳化稻壳搅碎加入蚯蚓粪便 改良过的土壤肥料铺满血盘 种子放多深水量撒多少都有一套SOP 红中介旗下讲师 常年到各省开设训练班 2022年 红中介进一步设立基金会 要把种植蔬菜技巧推广到家家户户 小孩在乡下的营养不够不值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帮忙他们 我们第一步就是教他们怎么样种菜 为什么菜 因为菜类很多种 什么的营养都在那边 然后很短期就可以收成 宣导民众适度烹调保留营养成分 当时蔬菜的习惯养成 需求提升 拥有技术的台湾 与土地人力丰沛的菲律宾对接 将发挥加成效果 事实上台非政府早在2005年 就签署了双边农与业合作了解备忘录 推动菲律宾青农在台实习计划 2021-2022年间 非国派遣77位青农来台 到果园 稻田 落农和水产养殖区 实习11个月 再把所学带回家乡 由于成效良好 未来渴望扩大规模 互惠双赢 大概一半的水果在这边卖是进口的 然后你买本地的水果不一定好吃 所以很多机会主要是那个要有信心 要了解 所以我是鼓励台湾人 你们要看这边实在的情况 最好是来看 台湾和菲律宾都面临极端气候威胁 双方若深化合作 台湾青农将不愁没土地没市场 也能让更多菲律宾民众品尝台湾农产好滋味 TVB新闻陈又翔 戴元利在菲律宾的采访报道 前进菲律宾我们来看医疗卫生 菲律宾跟台湾类似 十年来习肾人口快速增加 而台湾最大血液透析号材制造商邦克 在2013年就观察到这样的趋势 前进菲律宾设厂 如今已经拿下五成试战 另外慈济多年来协助菲律宾培训医师 这些都为台湾医疗卫生产业 在立足东协打下良好基础 穿着无尘衣的工人也名手快 在软管套上正确零组件 接着送进包装区 经过侧漏品管装箱消毒灭菌等流程后 就能运往全菲律宾各大洗肾中心 自动化射出制程 24小时不停运转 随着东南亚经济加温 对医用塑胶制品导管耗材需求 也同步转强 来自台湾的高阶衣材厂邦特 2014年前进菲律宾设厂 制造洗肾用的血液回路管 受惠于当地投产 有就近服务优势 邦特抢下菲律宾古城市站 甚至回销台湾 并卖到韩国 泰国 越南 艺米等东西市场 那你现在看到有红色跟蓝色的 主要是在我们血液透析的路管 有一个动脉跟进脉 所以给医务人员在操作的时候 就会很容易清楚去分辨 哪一个要置入在动脉 哪一个要置入在进脉这边的一个使用 邦特锁定菲律宾 除了看好劳动力年轻可英语沟通 和出口关税优惠外 菲律宾也是全球洗肾人口 数一数二高的国家 国家肾脏和移植研究所NKTI统计 慢性肾脏病已经要升为 菲律宾第七大死因 过去十年来 洗肾人口大幅增加四倍 因为肾衰竭死亡的人数 更在东南亚剧关 实际来到洗肾诊所 基于隐私权保护 血液透析区无法拍摄 但医护透露 每天报到的病患 介于28到32人之间 而且每季至少增加5到10人以上 某些原因是因为他们的生活 而某些原因是因为 他们的药物性 所以我认为这两个主要原因 为什么肾脏病毒增加了 2013年我们来的时候 大概洗肾人口根据他们国家 卫生中心的统计大概是3.5万人 然后到今年为止 根据统计数是大概有将近10万人 所以他的洗肾的人口 成长的速度也蛮快的 这几年努力拓展行销 连交通不便的离岛也去插旗 当地蹲点10年的邦特财务长 黄毅中分析 菲律宾政府为降低肾脏疾病死亡率 以提高洗肾健保支出 当更多平民负担得起 自然带动洗肾人口 成了内需一大利基 因为菲律宾目前就是他 从杜特帝总统上来之后 到目前的小马克思总统 他们在洗肾补助这边一直在 增加他们的医疗支出 第一个经济发展程度比较好 第二个是他们国家提供的这个 洗肾的补助次数 现在也提高到155次 所以对洗肾人口的成长满大的 41岁资讯工程师 疑似因工作压力引发干险 俗称牛皮险 导致皮肤搔痒红肿 还伴随银白色脱血 除了改善作息 做饮食控制 也要针灸打通经脉 加速排出体内拾气 翻开相片记录 往年来求诊的肝险病患 经过好几个月疗程 的确能缓解症状 降低复发率 中医师古之道坦言 相较于美国 英国 澳洲等国家 逐渐重视中医 但临近台湾和大陆的菲律宾 接受度反而不高 他们去到全西洋医院 他们去年纪或年纪 这就是最终的症状 他们的症状 不会只有一期 他们回来 我认为60%至70%的增加 68岁的古之道 西医职业资历长达45年 还曾远赴美国做癌症研究 但他发现 癌症药物和化疗损伤人体 合并中医治疗 其实可有效缓解不适 为推广理念 古之道在菲律宾取得 中医师证照后 2019年两度到花莲慈济医院 接受四个多月临床训练 对台湾医疗技术 留下深刻印象 记者ル川医院 是无法展示变的 近年衛福部推出一國一中心的新南向計劃 由花蓮慈濟醫院負責台非醫療合作 2018年與菲律賓三家醫院簽署MOU後 慈濟開始參與衛生政策推動 並協助人才到台灣交流 包括中西醫合療、骨髓移植、幹細胞治療 活體肝臟、腎臟移植、眼科手術等領域 都是臨床訓練重點 現在古之道也會定期與花蓮慈濟中醫師隔空會診 持續深化台非合作 中華重人總醫院歷史超過130年 不僅是菲律賓規模最大的華人醫院 2023年初成立的中醫部門 也是全國唯一獲得官方認可單位 為了培育相關醫療人才 院方將中醫課程導入腹射醫學院推動中西醫雙軌制 先拿到西醫證照才能考中醫職業許可 你能測試下癌 癌的就是 大拇指第一節寬度為一寸 針灸或穴道按摩都要懂得量測技巧 同样来过台湾接受临床训练的讲师 把西医常见的3D虚拟人体解剖台 也用在中医教学上 我们可以看到整体的组织 所以他们有更好的理解 在哪里放在针子上 因为我们的教育是西洋和 传统的中国科学 是两个混合的 他们很开心 我们是第一个医学校 不局限养生保健或慢性病调理 中医可用于精神医学 癌症治疗及长照应用领域相当广 中华重人总医院中医部开设后 目前85%的病患都是菲律宾人 逐渐打开接受度 中医会有 希望我们能够在西方和西方 更多的东西 我认为它会这样的效果 即使在其他国际上 或是世界上 他们也在医疗治疗 在医疗治疗 台非医疗合作 强化台湾能见度及影响力 同时也替医味产业铺路 放眼人口6.5亿东西商机 TVB新闻陈又祥 戴元丽在菲律宾的采访报导 前进菲律宾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根据一份非政府组织全球建政的报告 年年的玉石产业在2014年就产生赚了311亿美元这么多 占了缅甸国内生产总值的高达48% 但是问题是这么高的矿产资源的福利 却不是分给当地这些辛苦采矿的劳工 在这个产值当中 多达50%到80%是经由走私卖到了中国大陆 还有很多是被政府精英 有裙带关系的企业还有毒销所控制 而产域的矿区北部蜜芝娜的帕杆 更是严禁外国人进入 这个是翡翠啊 这个翡翠也是 这个种不错嘛 翡翠又被称为缅甸玉 是一种价值极高的玉石 世界上九成的翡翠产自这里 缅甸蜜芝娜的帕杆 我们从台北飞阳光 中转曼德勒 在飞底蜜芝娜 接近这个传说中的翡翠故乡 车在石头路上颠簸前进 尘土飞扬 大卡车不断呼销而过 现在要遇到怕杆的 这是怕杆的 2014年缅甸的玉石 为这个国家赚金310亿美元 占缅甸GDP的48% 说这是他们的国家宝藏 一点也不为过 为了保护他们的国家宝藏 这条通往怕杆的路 可以说是重兵看守 再往前去就有三四个关卡 我们尝试看看能不能够进去 先去有关卡 让他看我们身份吗 那是啦 司机缴了通行费 第一关顺理通过 但接下来 这段女生可以说是硬生生的 在这里终止了 因为前面呢 我们进不去 大哥告诉我们 司机大哥告诉我们 前面是不是没有办法通过了 对 前面还有好多的关卡了 你上去也过不了 我们现在过来的关卡都会 就是没有卡到你 再过去就卡了 卡了就被遣翻了 帕杆严格限制外国人进入 因为这里是罪恶的渊所 透过当地华侨 我们拿到帕杆玉石矿场的画面 因为过度开采 这里经常有土石流和崩塌意外 光是2015年11和12月 两次矿灾就有几百个矿工被活埋 缅甸的经济命脉 可以说是这些矿工 用生命换来的血玉石 我觉得最震撼就是 当我第一次看到 车慢慢慢慢开到咸崖边 然后就是把废土倒下来 所有的人 几百个人 然后一起往那个车倒的地方 你知道那是个死亡地带 但是他们还是往那里冲 几百个人 就这么奋不顾身地冲进 滚动的沙石里 抢毛料 导演李永超来自缅甸密之纳的乔生 他回到家乡 用手机拍下这震撼的一幕 而主角是他的亲弟弟 电影《挖洞子》记录了这群矿工的故事 他们在矿场上卖命 薪资却仅能糊口 至于用生命换来的血玉石 到底让哪些人致富了呢 这就是玉石哦 在密之纳 几乎每个人的家里 都可以拿出几块原石 可是他怎么知道这是玉啊 但光从原石的外观 没有办法判定里头藏着的玉 品质是好是坏 原石是珠宝界最神秘的一种交易 又叫做赌石 因为破开之后 好坏一番两瞪眼 很有赌博的性质 一块石头 可以卖到几千万台并的天价 我现在手上拿了这个翡翠 因为它的成色非常好 在产地密之纳就要卖到台币 大约30万块 可是经过层层的运输 到了我们台湾 有可能会翻倍 60万块都有人买 百中国崛起之刺 缅甸域的价格不断被炒高 在密之纳和帕赶 有不少大陆人跑单帮 从哪来的 这样去 这么远 缅甸政府开始查气玉石走私 因此这几年 当地也开始炒作琥珀 比如说有些金坡 一百多一克 它有可能会跌到 明年的话 可能有可能跌到四五十 但是它又会涨 它有浮动的 这种形成于一亿 两千万年前的有机矿石 矿区就在附近 现在是大家都在炒这个琥珀 因为鱼已经价太高了 现在很多 尤其是缅甸这边 蜜之纳这边的琥珀 现在价位也是慢慢再高 灯光下包裹着昆虫的美丽琥珀 预料将是下一波 各方人马利益的争夺焦点 TVBS新闻 崔仲群前一军 在缅甸密之纳的采访报道 缅甸是冬协石锅里头最贫穷的 所以它被视为冬协最后处女帝 但是因为基础建设实在太差了 很多人到这里考察之后 还是打了退堂股 不过这当然也就代表 其实这里有很多机会 比方说很多人说 女人的钱最好赚 缅甸人用了2000年的 防晒圣品黄香链术 就有聪明的台商把它发扬光大 做成了现代化的BB霜 瞄准的就是6亿人口冬协市场中 占1亿人的35岁以下的女性商机 这几乎可以说是缅甸最特殊的风景 不管是男女老少 脸上都像这样 涂着大片的黄白色粉末 现在我脸上就涂上这白白的粉 它有美白还有防晒的功能 怎么做出来的 就拿这个树根用力的磨 磨到浓稠之后 这个质液就可以用来防晒 这是缅甸千百年来的智慧结晶 就跟刷牙洗脸一样 磨Tanaka敷脸或是磨在身上 是缅甸人每天早上的例行公事 直接到商店买一块有特殊香味的黄香炼树 只要台币20块钱就可以用很久 还可以防蚊虫 尽管有这种磨好的树根粉 但使用范围还是仅限于本国人 现在有聪明的台商把树根粉做成现代化的产品 一样可以防晒美白 BB霜面膜各种保养品隐隐俱全 缅甸人用了2000多年的黄香炼树粉 被台商看见并且要发扬光大 台商看重的当然不仅是缅甸市场 整个东斜6亿多人口中 35岁以下的年轻女性约占20% 超过1亿人口的美妆市场 大企业要抢台商也不想缺席 像这样在缅甸被某种事物触发 进而留下来找机会的台湾人还有他 就是觉得我才 对我才那时候才26 27岁 我想要再做一些突破 对那我就想说那我到国外去试试 与其去澳洲工作 对啊不如其实到其他国家看看这样 这一突破这个七年级生 跳离台湾舒适圈超远 在缅甸开了这一家面包店 那两个都一样啊 对啊 毫无烘焙背景的他只能边做边学 其实他过去在台湾的网络公司上班 但凭着一股气在这里打拼了两年 卖的是台式面包 标榜有机健康概念 毕竟看到有一些外国人在这边就是生活这样 他们比较想要是一些健康的东西 他们贫富差距大 所以中上阶层的他们也愿意去尝试 缅甸是东斜石锅里最贫穷的国家 人均日收入只有1.25到3美元 和台币不到100块 这些工人辛苦了一天 可能只买得起他店里头的一块面包 但巨大的贫富差距 以及蜂勇进这个国家经商和旅游的外国人 带来了新商机 就是昨天晚上的声音的 还没干 其他都还没干 还没掉 他叫阎龙芳 40岁 缅甸华侨 15年前曾经到台湾 平科大念 海青班 小心啊 全氧光的农家都在耳语 说他们家养的猪是吹冷气的 这就是水连片嘛 就是主要是靠负压抽风 然后这边它水会 就是设定的温度 热的话它水就会下来 然后风的话就经过那个水的话 就降温下来了 封闭了半个世纪的缅甸 农业和畜牧技术都很落后 台湾很普遍的技术和方法 到了这里就变得超级厉害 这个是保温箱 那个小猪那个冷的话 它就会进来里面睡觉 像我们怎么说也是 走得比别人快一点点 因为观念啊 也是想法嘛 因为也去念过书 看过 见过 骤然开放的缅甸 什么都缺 尤其品质好的肉品 现在超强手 盐龙芳的农场 规模是缅甸第三大 只输给国营的养猪厂 和大企业浦丰集团 但他们的猪价 在市场上最高 就是刺激母猪那个发行稳定嘛 然后有时候我们人员观察不到的话 母猪就会有表现发行的时候 台湾经验 缅甸发光 农场还在扩张中 盐龙芳已经想好了下一步 像以后的话可能就是做那个观光 还有那个有机农业种植的那些优势比较大 TVBS新闻催众群前一军 在缅甸仰光的采访报道 缅甸跟北韩是亚洲最穷困的国家 但是完全不同的是 北韩仍然封闭 但缅甸却逐渐走向改革开放的道路了 这三年来外商开始在缅甸插旗 原本跟缅甸关系就很深厚的中国大陆 拿下了缅甸脚漂 经济特区的深水港 以及工业区的项目 而当中的深水港 更是中缅元气管道的起点 一天就可以输送相当于 40万桶石油的天然气 这就能够减轻中国大陆 对马六甲海峡的依赖 到时候从印度往中国大陆的船只 就可以节省大约5000公里的航程 而除了大陆之外 日本也跟缅甸政府合作 在仰光近郊 砸下32亿美元建设了经济特区 仰光街头 各国手机招牌卡位卡得很凶 换个场景来到大金塔 来参拜的本地人 几乎是人手一击 无孔不入的三星 已经成功插起缅甸市场 东斜最后的摊头宝 各国都来抢 各国纷纷强进缅甸 其中日本政府的动作可以说是最大 像这个工业区就是缅甸和日本政府 他们共同开发的 两国所占的股份是49%跟51% 有13个国家现在已经进驻了 其中当然日本公司所占的比例最多 第二大的就是我们台湾 从那个刚刚那个围的围墙有没有 就一整片有11亿亿亩嘛 你放眼过去几乎都是我们起乡的 而经济特区旁 就是港商李嘉诚盖的深水码头 生产运送一起合成 因为我们看到 其实东南亚的需求是非常大的 生产的部分可以到整个东南亚 除了占地2400公顷的经济特区 为了分散养光的人口压力 这里也在进行造诊计划 学校医院大型社区都在兴建当中 此时不卡位更待何时 尤其未来他们这边公共工程 几乎还没启动 所以说这个对我们来讲 也是一个很大的商机 未来这些公共工程 不管是桥梁 车站 甚至于大楼 商场 这些会慢慢 大部分会倾向于使用钢购的设计 这家台湾上市的钢购公司 从大陆撤资之后 立即转进缅甸 因为刚开放的缅甸 几乎是什么都缺 什么都没有 这里的基础建设还很落后 不仅道路坑坑巴巴 供电也很不稳定 整个基础设施的设备 其实还是有一段差 就需要提升的 所以这个是它目前在招商 也是比较一个大的问题 我觉得最大的困难是 免定政府的效能问题 这也是为什么来考察的人很多 但留下的却有限 突然暴增的车辆 让仰光变成大停车场 更诡异的是 街上的汽车 有左驾也有右驾 原来这些都是日本淘汰的二手车 车上的日文字清晰可见 日本 韩国 中国大陆 在这里的影响力随处可见 那么台湾呢 这其实是copy台湾的模式 对 没错 这家房仲业者是华侨 整个家族几乎都在台湾念过书 先请看 这边这个房子是 它有2000个平方英尺 缅甸的地价房租都非常惊人 56平房子 月租金要10万台币 市中心的办公室租金 甚至一度高过曼哈顿 目前外国人不能买房 留台的缅甸华侨 有语言和身份的优势 他们赢得先机 我们在1997年那个年开始 就已经在成立我们公司 我们主要还是以一框为主 然后我们有在设立那个旅馆 然后目前也是有在做房地产 房地产只是我们旗下的一小部分 仰望金光闪闪的大金塔 在商人眼中 这里机会无穷 TVBS新闻崔仲群前一军 在缅甸仰光的采访报道 缅甸的处境问题十分的严重 这里的人们相信夺得处女的童真 可以延绵益寿 甚至可以治疗艾滋病 而根据缅甸官方 跟联合国2013年的数据显示 年龄介于15到49岁的缅甸女性当中 就有0.45% 也就是4万到8万人从事性工作 这样泛滥的性行为 成了艾滋的温床 每年有2万个人死于艾滋 而联合国的另一份报告更指出了 10年来亚太地区青少年死于艾滋的人数 已经增加一倍 最严重的国家就是印度 印尼 泰国 缅甸等地 养光郊区这个简单的白底红线招牌 是他们的最后希望 49岁的他千里迢迢 从缅甸中部来到这里 他一度气弱油丝 不明白为何会得病 因为无知性知识贫乏 造成缅甸艾滋盛行 过去缅甸每年有高达2万人死于艾滋 而吴国介医师组织是这里最主要的艾滋治疗提供者 他们每年提供3万人免费的医药治疗 约有五分之一的HIV代源者同时感染肺结合 过去缅甸军政府无力也无法防治艾滋 一度让艾滋病情失控 20岁的小花是一名大学生 她是母子垂直传染的受害者 从小就经常感冒 鼻子化浓 缅甸很多农村还是非常的贫穷 很多父母亲甚至把小孩卖到大都市里 无所不在的色情也助长了艾滋盛行 色情 贫穷和无知成了艾滋的温床 医师坦言 贫穷 优势后是所有问题的来源 这个国家是东斜食锅里头最穷的 有的小朋友连三餐都吃不饱 甚至被卖去当童工 但转个弯同样在缅甸 高档社区里绿草如荫是两个世界 这些正在放寒假的小朋友 念的是国际学校 爸爸妈妈上班赚钱 家里有佣人和私人家教 有多少语学校在一天 两个 两个? 两个? 像什么? 尼环和中文 有时候有一个 有时候有两个 英文是他们的主要语言 缅甸语和中文也很流利 英文 你最习惯用英文讲话 念完有时候念完 我没有关锅 妈妈 你准备了 让孩子自然而然 学习三种语言 培养竞争力 看他们熟悉的打电动 这一刻 我们差点忘记 我们人在缅甸 一个国家 两个世界 TV编辑新闻 崔仲群前一军 在缅甸的采报报道 在缅甸的北部 有很多华人 这里的华校 一直坚持教授繁体字 但是大陆这几年 一直砸钱 就希望这里 能够改教兼体字 8年5月20号 马英九上台的那一天 开始来的了 特别选 在马英九就职那一天 对啊 我们就是好日子嘛 这一天 台湾人恐怕很难想象 在遥远的中南半岛 有着这群人 把橡胶树 昵称为马英九树 光是这个橡胶园 就有14万株橡胶树 而整个北部在客厅邦 总共的橡胶树 数量有1000万株 这也成了缅甸北部 一个新形态的 经济作物 说这是新形态的 经济作物 是因为过去 橡胶只能种植在 温暖的南部 这样是叫拉刀 我们还有一种叫推刀 白色的枝翼 顺着凹槽流下来 全球暖化的影响 谁也逃不掉 缅北的蜜枝那 几乎是全球种植橡胶 位度最高的地方 现在冬天冬季的话 我们这样整一下 它就它就会凝固了 把橡胶制液搜集起来 经过过滤浓缩的初步制成 变成一片片像是豆腐般的快状胶体 我们粘好的胶片 就是水汽浪干以后 就用这个柴火 这样用它的烟来熏烤它 还得经过烟熏 风干等制成 最后变成黑色的生橡胶 2000多吨这样 每年可以生产 缅甸的橡胶产量位居全球第12位 就是卖中国 就全部卖给中国 全部卖中国 中国大陆在缅甸的影响力处处可见 但这些1949年前后 因为躲避战乱 移居缅北的华人 却很不一样 他们还坚持写繁体字 好 替本市唐干三相间和太景 谢谢大家 这里是秘之纳的玉城学校 中小学生加起来 约有1500元 杨金金进入学 小朋友有的穿着沙楼 有的穿着睡裤 甚至还有穿着袈裟的小和尚 学校的学费 老师的兴致完全由学生的家长来付 所以说我们是自立的 没有任何国家任何政府来支持我们 不仅没有人支持 冰淀政府也不承认学校的学历 甚至还来刁难 有好几次 玉城几乎被迫关校 幸好有高僧党者 政府呢 一来问的时候 我完全承担了 我全部负责了 承担法律的责任 所以慢慢慢慢的就恢复了 在别人的土地上 教授自己的语言文字不容易 更难得的是 他们还坚持教繁体字 我们的课不是台湾来的 我们的坚持繁体字 我们多年了 88年了 一直用的是繁体字 小朋友念的教科书 是台湾国立编译馆的版本 但这可不是台湾政府给的 而是老师们自立就记 请朋友寄过来 在自行印刷的客难版 我们非常的渴望 需要台湾的政府 帮我们的忙 以后你们长大之后 想要去台湾读书的有吗 有 因为念的是繁体字 他们大多对台湾很向往 因为阿姨弟弟都在那里 那你想象中台湾是怎么样的地方 很大 过去平均每年有200个学生到台湾升学 但现在只剩下50个左右 台湾的吸引力影响力不断在下降 同时中国大陆也不断送求婆 很多包括这个寇本 老师 财力 在三方面都能够支援 这么大方 对啊 只要你能够用他的寇本 要什么他们都给你帮忙 是这样的 讲的公事 恐怕再坚定的情人 迟早都会懂心 未来很难熟 未来就可以难熟了 这个是 知道吗 知道 他们都是缅甸孤军的后裔 在这里已经超过70年了 尽管台湾政府可能 已经完全遗忘了他们 不过他们还是坚持写繁体字 以上是TVBS新闻 崔仲群前一军 我们在缅甸密芝娜的采访报道 下一个要看到的国家是新加坡 不过提到新加坡 我们就会想到台湾 毕竟都是亚洲四小龙 但是根据亚洲博敖2016年 全球竞争力的排行却发现 台湾已经连续两年 因为整体环境不佳而垫底 相较之下 新加坡却已经连续三年夺冠了 它的政治效率是亚洲第一 而商业交通也都是一流水准 不过最近几年全球需求 都疲软的状况之下 对高度仰赖进口的新加坡 也是很大的冲击 所以新加坡政府 现在力拼转型 从上到下鼓吹创业 尤其是要发展电商 曾经是打算拆除的废弃半导体工厂 如今被誉为亚太创业基地 聚集好几百家的新创公司 二手货想换现金 拍个照上传到APP 随时随地都能交易 源于新加坡的二手交易 新创公司 在2013年初成立 隔年年底 禁军台湾 坦诚是政府让他们 嗅到海外商机 毕业于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三个人 毕业于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三个人 在当年不到30岁时决定创业 政府先资助7万新币 2013年获得创投投资80万美金 2014又在目的600万 我认为最强烈的事是 所有人都在开始上传 有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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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开始上传 有人想在开始上传 以这间新创公司为例 他们主要是从事二手交易拍卖的 而另外一个则是做医疗外套 在这一栋大楼里头 一共有250间的新创公司 以及育城中心 这是我们研发的Tjacket 所以基本上它是一个 能够施加压力的 用在这边儿童身上的 这个气能是有个马达控制 这个马达是通过蓝牙 让致闭症儿童穿上外套 感觉宛如被拥抱 进而安抚情绪 研发者也获得政府 至少100万新币投资 差不多便宜一半左右 公司所处的大楼 在当地叫做大牌71 只是创业园区的其中一栋 还有临近的73以及79 而且规模还在扩大 预计还要再改三栋 希望成为东南亚戏骨 幕后推手就是政府 结合新加坡国立大学 以及电信 共同打造创业生态圈 砸下十几亿美元 自然吸引国际创投进驻 提供资本后盾 作为亚太贸易中心的海港城市 正面临产业转型的不得不 由于全球需求疲弱 对高度仰赖对外贸易的新加坡 造成冲击 2015GDP只有2.1% 比2014下滑不少 也是2009年来最差表现 甚至国际信费机构目的的最新报告 更预测2016会掉到1.8% 李显龙政府是科技创新产业 为下一个经济成长引擎 另外铁药方是鼓励电商 刺激内需 鎖定年轻一代工作忙碌 深鲜代购电商崛起 花花手机下单就有专人代劳 这个皮破了 里面的皮破了 而这个它的颜色比较新鲜 皮没有破 与多家卖场与超市合作 在手机上就能一次买足 比起出门采买 标榜可以省下3到4个小时 成为主打卖点 新加坡上网人口有74% 高于马来西亚的62.6% 以及泰国的4.6% 不过电商产业占零售业比例 只有1% 光是跟台湾的11.4%一比 还落后一大截 显示市场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这些科技呢 也不能在新加坡一直发展而已 因为其实可能就可能 就领受不到可能在香港 或者台湾会面对一些问题 看准东斜的电商产业正在起飞 同样从新加坡起家的时装电商 也跟生鲜代购一样 积极法触角延伸 希望抢下东南亚市场的领导品牌之一 年轻企业张开羽翼 勇闯海外的背后 有政府力挺 有没有可能逆转疲弱经济向上飞行 已经成为新加坡的严峻挑战 跟缅甸刚好相反 新加坡是东协国家里头 人均收益最高 最富有的国家 同时房价也是亚洲第二贵 长期以来在外国买家 以及投资客的带动之下 推动了房价居高不下 但是2014年 他们的豪宅售价下滑了至少10% 2015年12月新屋销售只卖出了384栋 不到11月的五成 主要的原因就是新加坡政府 担心房价会泡沫化 所以在2013年 就祭出了严厉的打房措施 除了房贷金额设定上限之外 也限制仅仅能够占 贷款者60%的月收入 同时还提高了买房的各项税率 最高楼还在赶工 将改变新加坡天际线 不再只能从地面仰望高楼伶俐 要带您换个角度俯瞰 新加坡 在我右后方这三栋大楼 原本是新加坡的第一高楼 它们的高度差不多是280米 但是现在已经被单容八个中心 所超越 换个角度从这望出去 包括了新加坡海 以及盛陶沙岛全部都一览无遗 项目涵盖商场 酒店 办公室 以及标榜全新加坡最高的住宅 所以它的历史是非常悠久 但是可能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里面 它的那个发展没有很大的经济 没有什么很大的变化 我们就是不希望看到那种城市 在下班过后就变成一个非常进而 这里是前总理李光耀 担任议员的选区 街上喊出翻转轴线 想尽办法创造话题 是因为这几年在政府大方下 房产面临严峻挑战 整个客厅和饭厅的话 它是挑高了6米 再配备我们的私人电梯的话 它是直达入户的 那基本上这个项目 还有很大的特色就是 我们有自己的私人泳池在前面 每一层都配备了自己的私人泳池 然后这个长度的话 差不多是15米这样 像这样的豪宅 总价至少1000万新币起跳 超过2.4亿台币 跟两三年前相比 已经算相对便宜 现在有10%的一个差距了 以前可能你买9去10去的房子 你就是一平方你要达到3000 但是现在呢 可能你买9去10去的房子 一平方尺可能2000多 新加坡过去长期鼓吹移民 加上低利率 使得外国人大局买房 推升房价居高不下 政府在2013年祭出严厉的打房措施 对外国买家的额外印花税 由10%提高到15% 每个月的房贷 不得超过月收入的60% 要是建商无法在完工两年内玩售 会依照售价高低 按比例课征罚金 促使投资客退场 2011年外国买家比例超过一成七 不罚印尼华人 中国人 马来西亚等等 但现在只剩下7.6% 不少外地人转买为租 评论说价格已经下跌了 但实际上在我们的房子 我们知道现在很流行 而且价格不下跌了 除非地段好价格才能获得支撑 因为整体而言房屋数量跟房价双双走跌 2013年全年推案量有15885户 2014直接腰斩掉到7693户 2015又再掉到7056户 以2015年为例 私人公寓的价格下滑了3.7% 空虑也是10年来首次突破8% 为了拉拢住户青睐 销售花招百出 最大卖点就是跟滨海湾金沙酒店 是同一个设计师 像这样的无边际用池位在38层楼 在新加坡的私人住宅当中 相当罕见 我认为是不同 但是没有很多人都看到水平 所以他们会觉得 这里有水平的水平 除了周边设施推成初心外 也从房子本身下手 买房子 送装潢 家具全都涵盖在内 当然费用会比买空屋再高一点 但主打省下找人装修时间 只要一纸皮箱就能入住 整个社区只有各位数的限量产品 来测试市场的接受度 新加坡房价是亚洲第二季 为了避免泡沫化 政府出重手 对建商来说寒冷的冬天 何时能够春暖花开 还是个问号 但是对新加坡人而言 却有机会跟高不可攀的房价 稍微拉近一点点距离 TVB新闻 吴建宏 张静玲 在新加坡的采访报道 观光也是新加坡重要的 经济收入来源 但是随着赌场效益的递减 在2014年的时候 来访人数首度出现了下滑 现在只好用别的办法拼观光 说到新加坡 你会想到 除了国民景点外 给人摩登 都会感的新加坡 还有另一面 你看 来自由行八天的台湾女生 坦言想花比较多的时间 去探索私房景点 在这边很漂亮 就很多色彩 这边台湾没有的 比较在地的人才知道的地方 在这里头有非常多的特色小店 你可以拍照 以及标榜原创设计的衣服 在这条哈之下 它最大的特色就是外墙装饰 非常的缤纷 不少旅客直接拖着行李逛了起来 感受高楼伶俐的都市丛林中 秘密一角的乐趣 转个弯又是截然不同风景 映入也连的是清真寺 街道洋溢浓浓的中东风情 尤其是西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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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很想念我们的文化 可能是10%至15% 意识到自住行旅客的需求 旅行社不只推城市景观 也开始卖文化 这个也是松中山的雕像 白色洋房是新加坡罕见 纪念辛亥革命的建筑成为旅游卖点 当局近几年积极推广深度旅游 希望替观光添加 成长才火 观光是新加坡及金融外一大成长亮点 2012年观光收入占GDP的5% 对游客来说必到景点 不外乎就是这些 我们要去宣传室 我感觉自己很舒服 金沙赌场那边 2010 两座赌场开幕 当年旅客人次冲上1163万 成长20% 接下来三年尽管持续攀升 但成长幅度开始缩小 2014年首度下滑 尽管2015就只跌回升 但上涨幅度只有0.9% 人数回流了 旅游收入却只有220亿 比起2014的236亿下跌7% 也是2009年以来首次不升反降 它就是很现代化的东西 就是你只到此一游就OK了 就怕来了 不想再来 当局绞尽脑汁 以2015年前三季为例 造访旅客的前四大市场当中 只有中国人数上涨2.1% 其他包括印尼 马来西亚以及澳洲 来客数都比2014年下跌 考量新加坡是四大种族融合 除了推广在地文化之外 也想办法刺激商务客消费 那它所占在我们的访客的人数 之内是大概30% 就是三分之一 它们平均的消费 是多过于休闲旅客的1.9倍或2倍 该如何勾起商务客 关上笔电 走出房门去景点 或享受美食的欲望 还好有外力助政府一臂之力 以实境节目闻名的英国出神 高登拉姆奇已经进驻 就连米其林指南也要进军 新加坡 新加坡将成为亚洲第四个 拥有米其林指南的地方 也是第一个拥有中英文双语版本的 东南亚国家 秘密食探会选出哪些餐馆 下半年就会揭晓 餐饮业乐观齐程 即使现在有米其林指南来 这会更有趣 更多人想看我们在新加坡的食物 当然 举办展览也是方式之一 已经进入第三年的设计周 不再只是静态欣赏的单向性 并提供手作课程 来增加粘着度 展览是不错的 但如果我们在展览的时候 更好 我们可以与人们的作品 多管齐下 希望重新擦亮观光这一块 金子招牌 TVB新闻吴建宏 张静玲 在新加坡的采访报道 新加坡什么都先进 唯独饮食有点例外 当地人比较多外食 而且爱吃的又是一些 比较重口味的南洋料理 一直到这几年 健康意识抬头 采出进推广 少油 少盐的健康料理 露天市的美食街 有各式各样的美食小贩 是当地人打发一餐 最常去的地方 中午用餐时间 像这样的熟食中心 总是挤满了上班族 而超过六成以上的新加坡人 他们的外食时间还在增加 我每天都在外面用餐 在家没有准备 可能5-6天 我会逐渐 可以逐渐 80-85 新加坡 新加坡九成食物仰赖进口 不像在地食材简单煮就很美味 传统料理调味不手软 近几年一些店家开始注明 不添加味精 意味着食物革命正在崛起 新加坡保健促进局也意识到了 希望餐饮业能够提供500卡以下套餐 主打排毒的果汁 鎖定忙碌上班族 搶搭健康商机 比起现榨果汁不马上喝 就会变色 强调冷压萃取的果汁可以放上三天 当然价钱也是两倍起跳 它跟其他榨果汁的分别呢 其实就单单说营养素来算的话 是差不多五倍的 卖健康诉求的还有蔬食餐厅 我想要这个 摆脱吃素给人就是炒米粉 或者与宗教连结的特板影响 选择百货商场庆祝 营造现代feel 希望吸引肉食主义者而转台 而且你会看到很多的蔬菜 一般上在外面的那些小饭中心之类的 我们都吃不到那么多的蔬菜 那可能之前的 比较走比较油炸类的快餐店 可能也在这一两年内 开始在落寞 看准走向均衡饮食的餐饮品牌 微微潮流 想趁机壮大 只不过在新加坡开一间店 成本很高 想出透过加盟借力使力 根据新加坡加盟以及特许协定协会 目前超过400个 本土以及国际加盟品牌 占领售市场20%营收 高达7成 都是国际品牌 缺乏经验的他们 跨海向台取经 我们最近也去从台湾 带了一个甜品品牌 因为我们去台湾跟他们学习 是因为他们在台湾加盟这一块 真的蛮有经验 不要放太紧 要给他一点空气 不只向台湾学习加盟 索性直接从台湾挖角人才 38岁的Kevin 被新加坡老板向众 请来开面包店 一整个厢队我们来看 他们还在落后台湾十年 还在吃台湾十年前那些 那些肉酥面包 那种比较健康的那种甜面包 17岁接触糕点 当过喜来登 精华酒店的点心领班 也待过微风的精品面包店 还有上海老板 请他去纽约工作 这回新国老板 以25万月薪挖角 从刚入行1万块月薪 翻转25倍的秘诀 就在于什么都先进的新加坡 偏偏在饮食上严重缺乏人才 手酿天然酵母外 也因为当地原物料取得不易 想把台湾好的食材 介绍给新加坡 包含山药馅 南瓜丁 红豆 那虽然成本会比新加坡 当地取得会高20% 刚好碰到台湾客人上门 宛如遇上之音 觉得材料比较天然 而且我很喜欢他们这边用的 几个素材是从台湾进口的 它很新鲜 不太甜 它很美味 除了政府由上鼓吹外 这场食物革命最需要的还是 全民发自内心的觉醒 革命尚未成功 台湾人才以及台湾经验 有机会抢贪取得立足之地 TVB新闻吴建宏张静林 在新加坡的采访报导 各位观众您好 欢迎收看东协新龙头系列报导 我是廖方杰 东协之都接下来要带您前进的是越南 这些年来越南的身价水涨船高 不仅能够吃到东协市场的大饼 也成为了首轮跨太平洋伙伴协定的成员国之一 是TPP跟RCEP的黄金交叉点 光是靠着关税跟工资这两项因素 就让外地的资金快速地涌进越南 因为越南有将近9000万人口 而且平均年龄只有20到30岁左右 2015年它的GDP就成长了6.68% 外国的直接投资更达到了145亿美元 创下新高 预计在2016GDP也会成长来到6.7% 不过有点美中不足的是 在2015年它的出口原本预计要成长10% 但是却成长了8.1% 进口成长12%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它的出口品 原油跟咖啡的价格都下跌了 外公欧美知名潮牌鞋 还有专业的登山滑雪靴 23年前齐盛考量中国大陆的政治因素 从西境改为南境 但以前越南政府不允许外资独资设厂 必须跟当地企业合资 2012年齐盛终于忍受不了合作期 事业的状况百出 决定转往一名似水发展 没想到不到一年 大环境就有变化 欧盟对于越南的话 在2013年的话 有在谈论这个进口税的问题 影响到客人的权益的问题 那相对的客人的话 他会希望说我们再转进到越南来 这样子 那对他们来讲的话 会增加蛮大的一个利润空间 因为欧盟新的GSP 优惠关税政策 越南鞋类产品进口到欧盟市场的税率 调降高达3.5个百分点 让厂商选择重回越南怀抱 但除了需要低廉人力成本的传统产业之外 越南现在最夯的是土地开发 因为要设厂 第一个需求就是土地 1000公顷的橡胶园 现在的土地市值大约是3亿美金左右 如果经过整地 未来成为开发工业区用地的话 市值马上翻倍 变成6亿5000万 而再以厂商投资建厂成本 平均一公顷1000万美金来计算的话 总价值会是原本的300倍以上 这是一个800公顷的工业地开发案 包括越南 新加坡 台湾 日本等 多国企业共同参与 台湾知名的莉莉纺织已经准备进驻 主导开发并且负责销售的台商 肯信集团 10年前进军越南的时候 就是从土地买卖开始 接着又触及了港口 运输 会计等业务 董事长有一天就发现 这些业务串联起来 正好就是台商前进越南设厂 最需要的一条龙完整服务 设厂期间你要进口机械设备 你要通过所有的还评 執照的申请等等这些 这些都是最繁杂的 买地很简单 一句话就买下去了 找风水老师来看一看就买下去了 可是后续的这些事情是最繁杂的 工地 办公室 政府机关 由于每天要跑的地方 开的会太多 他们打造出越南第一个行动办公室 等一下我们到头顿省的时候 会跟省长见面 每一天另外一家蓝整公司 防止公司都会过来 这样的忙碌是必然的 TPP在2016年2月4日开始生效 RCEP也在2015年底 完成初阶谈判目标 两者的成员国 未来产品输出每日中 都享有零关税的优惠 而TPP又有原产地规定 在当地生产才划算 东西事故中同时是TPP跟RCEP成员的 只有文莱 新加坡跟越南 文莱缺乏人口红利 新加坡缺乏土地 自然资源 成本也高 相较之下 越南有近9000万人口 而且平均年龄在20到30岁之间 因此2015年外国直接投资 达到145亿美元 创新高 GDP成长6.68% 也优于政府的预期 经济的飞速成长 让当地端点已久的台商 也尝到丰盛过失 这五年来的话 越南整个的经济状况是越来越好 成长率也高 加上越南人 金6票 愿意花钱 有钱愿意花 从台湾的85度C金矿咖啡取经 打造面包 糕点 咖啡 多合一的店面 生意富谣至上 一条50元台币的白吐司 一个台币将近30元的马卡龙 缤纷的西式饼干礼盒都很受欢迎 老板甚至还大手笔拍摄微电影 宣传品牌 因为抢得先机 不代表能一直赢下去 来这边竞争的不是台商 这里是打世界杯 所以没有那么简单 也没有那么简单 越南已经不是只有脚踏车 女子穿着轻力傲戴的景象 忘了西贡小姐的美国梦吧 现在是全球都想搭着越南的经济起飞 台湾曾经是世界前十大瓷砖生产国 当初因为劳动人力成本上升 许多台商一窝蜂地转往大陆 但是有一家瓷砖工厂的第二代 却选择落脚越南 而现在搭上了东穴起飞的列车 越产能达到84万平方米是全台之冠 市场遍及了36个国家 同时也是全台湾 唯一获得环保认证的境外磁砖厂 越南这几年经济起飞 但一般家庭收入并没有高速成长 屋子里不一定配备家具 加上越南人习惯洗衣地而坐 那么这地就一定得舒服 因为家家乎乎都要用到瓷砖 所以瓷砖是越南非常重要的产业之一 有业者就打造了这样全长270公尺 东南亚第一长的滚道式烧成窑 如果以60x60的瓷砖大小来计算 一天的产量就有14000平方米 是其他短窑的瓷砖倍之多 海湾曾经是世界前十大瓷砖生产国 20年前因为劳动人力成本上升 产业外移越南 陈文志是瓷砖工厂第二代 5年前他意识到传统产业 不能再用传统的方式做 决定另起模造 透过半季的跨生产 现在院井国际 越产能达到84万平方米是全台之怪 大家都觉得说 东南亚是一个低廉的劳动力 未来的趋势不可能说 一直主在这个低劳动力的成本 所以我们必须说 要率先去做某些事情 来把你的cost down下来 因为劳动力的成本 是逐年一直在成长 你如何维持你的竞争力 下一个阶段 会把这些直接做一个 自动化的速度线 到我们的第二个station那边 去做抛光 陈温志说 以人的特质来说 越南劳动力比较勤奋 跟其他东协国家相比 的确高效率 但如果只关注低廉劳动力成本 会跟不上时代 更重要的是 鸡蛋不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虽然东协是全球焦点 但一定要布局全球 目前市场销售占比 台湾25% 东南亚20% 欧洲15% 南美也有25% 小时候那个烙印很深 尤其对了满山满谷的时候 副职辈的位移 对了经营这一个层面 处理的交头让额 如果有一天我自己能够 去独当一面的时候 我一定要打破这样的一个 经营的模式 不能因为一个景气层面的影响 而来造成公司在这个 经营上面产生危机 说到危机 越南排华 是许多越南台上的痛 但当初愿景却全身而退 归根究底 是陈文志 待人 待心 环境上面可能还是要 再加强一下 对啊 他每天到厂区 早晚各巡视一次 找空档的时间 跟员工打场乒乓球赛 除了台干以外 也招揽中国大陆 跟越南的员工 让当地人有晋升的机会 因此爆发排华事件的时候 所有越南籍员工 留下来守护工厂 还带为跟厂外的 越南民众沟通 让工厂毫发无伤 维持产能 在这样的稳定基础下 要进一步达到国境化 环保就得高标准 院井是全台唯一 获得环保认证的 境外瓷砖厂 把烧成窑炉 高达1200度的热能 回收到干燥窑炉去使用 不再额外添加 其他任何燃料 抛光生产线的用水 也是透过循环式的 溢水处理系统再利用 我们这个抛光后的 回收的这个污泥 是完全无毒的 把这些工业的 废弃物百分之百的 回收再利用 2014年 越南已经超越东协其他成员国 成为对美国最大出口国 根据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 亚洲项目的研究 越南很有可能成为 亚洲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 拿着越南的翅膀 岂飞如虎天衣 TVBS新闻 告诉文料方姐 在越南的裁缝报导 统计显示 台商在越南投资 或是经营的公司 有4000家以上 长期居住在越南的台商人数 也已经超过4万人 我们要来看到 两家台湾大企业 前进越南的经验 中刚跟卫丹 去年景气不好的时候 我们曾经堆了很多的固存 我们是希望这个月能够做到 大概6万吨 一个月如果达到7万吨的话 就是可以 没有那个一本 可以赚钱 CSVC是中钢集团 和全球第二大钢铁集团 新日铁铸铸合资 在越南投资新建的 大型不锈钢材冷压厂 产能120万吨级 但是当全球钢市萧条 加上大陆方面 以每公吨低于越南市场 100美元的价格 低价倾销度新钢品 大大冲击CSVC单月产销量 从7万公吨 巨降到4.5万公吨 还好 靠着勇敢提价 成本库存双降策略 终于在2015年12月 达成了单月首次获利 越南市场家电的一个需求 还不是很强 但是随着比如说三星投产以后 对钢铁需求量 一定会大幅增加 那我们也取得三星的一个认证了 可以提供钢材的木材给他们 CSVC是中刚成立以来最大的海外重大投资案 2010年当时的中刚驻金 越南公司董事长翁朝栋 排除外南在一大片沼泽地成功建场 他说跟越南谈生意 四个字就是吃饭聊天 指的不是应酬 而是要肯花时间沟通 这些时间换来的 是拿到立足东协进军全球的前排门票 他是在亚洲里面 除了新加坡以外 签的最多的这个自由贸易协定FTA 所以我们借由这个 台湾企业借由这个越南的出口商机 可以避开关税 壁垒 进取到这个东协市场 也可以进攻到欧美市场跟印度市场 我们也希望借由这个大企业 来引领一些企业产业的群聚 然后延伸台湾产业的竞争 厂区里就像电影卡诺一样 有台湾 日本 越南团队 各有特色 各司其职 从彼此的磨合中演练国际化 魏丹更是最早到越南大规模投资的台商之一 120公顷的厂区有包括魏晶厂等5个厂 在越南年营业额大约120亿台币 魏晶就贡献了7成 所以有人说在越南魏晶的名字就是魏丹 董事长杨昆祥认为要做到一国工厂 多国市场 市场不只是越南 还包括东协 甚至隔壁的中国 或是TPP的美国跟澳洲等等 其实在隔壁的印度 我看这个市场是够大 那问题是说 越南的发展 你有一些还是要一点时间来适应 尤其因为毕竟语言上不一样 还是要有一些提早的准备 为了稳定品质 不但自建电厂也有自己的码头 原料不用跟别人排挤等码头 更有效率 而且相较于印尼等市场 越南跟台湾还有一个重要的相似处 印尼因为在佛教徒国家比较多 以我们做食品的来看 哈拉的这些认证当然是必要 但是有很多文化上的你的不理解 那可能你要花一点时间去了解 但是在越南其实它本身就是佛教国家 它跟中国的影响 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跟我们的习惯也比较接近 在东协国家中 只有越南跟台湾一样拿筷子 这是一个文化接近的筷子商机 当TPP跟RCEP两条经济大道 在中南半岛交叉 筷子只要下手的实机队 没有夹不起来的食物 TVBS新闻告知洪梁芳杰 在越南采访报道 东协成为了全球焦点之后 如何更贴近当地的市场 人才跟语言是关键 这个有两座双子塔大楼的建筑物 是越南平阳省政府新的行政大楼 坐落的位置是平阳新都市 总理还有日本大使 至少有十二三万个会进来 这是公顷很难得的一个大公园 占地一千公顷的新都市 是日本前进越南的造政计划 看重周遭多达一千多家台商 一千两百家日商 还有五六百家韩商 日本东籍电铁株式会社 跟越方合资 打造出了一个微型的日本城市 有自己的交通连接网络 公车上的所有零件都从日本进口 连司机都特地送到日本受训 为的当然是生活机能方便 整体建设以住宅为规划中心 公园都市有独立洋房 中高层公寓 还有大型的百货商场 公园 甚至越南德国大学 新加坡国际学校等等 40年前的日本和现在的状态 非常似乎的状态 在这个地方 我们的都市开发的能力 可以活动 住宅或商业施設的提供 非常似乎的能力 我们的企业的招待 在这里进入了 根据统计 2015年 在越南投资的日本企业 有58.8%有获利 因此有将近6成4的日本企业 预期要在越南扩大投资 在越南生活少不了摩托车 而且他们很厉害 不论在冰箱 在床都没有问题 但是平均每个家庭 都有三四辆机车实在太多了 所以越南政府 从2014年就开始进行了 机车数量的管制 也让他们认知到了 大众运输真的很重要 我们看到的是 胡志明市的第一条捷运 是由日本政府 以ODA的方式出资了 23亿美元要打造的 预计在2018年就会完工 在越南 很多学生最想学的语言 不是英文 而是日语 这些孩子还都是小学生 下课后就到日文补习班报到 但日本政府不是消极地等待对方靠近 已经跟越南教育部争取 要让日语在越南全国小学中 成为能够跟英语相避间的第一外语 2016年9月开始 将在首都河内三个小学试点 各开两个日语班 这是东南亚国家 第一次在初等教育阶段 就开展日语教育 从语言破除障碍 让未来的越南人才 都能成为日本的资源 至于另一个重要的语言 这是平阳省国立土龙木大学中文系的课堂 他们是第一届中文系学生 自己做晚饭 洗衣服 看电视 就像在家里一样方便 今年才大三 就业压力已经比别人少一半 台上经常给我们打电话 就问需要找学生会中文的 我就说目前还没毕业 就再等一等了吧 并不是因为摄影机在拍摄 从旁观察 越南的大学生跟老师互动很热络 有问不完的问题 好奇不完的世界 因为他们知道在外资涌进 经济起飞的越南 教育是翻转他们人生未来的重要关键 TVBS新闻高知宏 较方杰在越南采访报道 越南只花了20年的时间 就成为了全球第二大咖啡出口国 仅次于巴西 出口的金额大约是新台币1117亿元 光是在2014年 越南就生产了169万吨的咖啡 如果以台湾每人每天喝 大约0.034杯来换算的话 要花740年才喝得完 不过越南面临了90年来最严重的干旱 所以在下个产季 咖啡的产量可能会减少30% 摩托车 脚踏车 还有牛汁行走其中 这间像是乡间小路旁的茅草屋 不是住家 而是越南很典型的咖啡厅 在越南一些工业区附近 都有这样子的茅草咖啡屋 只要点上一份冰滴咖啡 我就可以进入这个茅草屋里面休息 在吊床上我想要睡多久都没有关系 老板都不会赶人 而这样睡到饱的代价 一杯咖啡不到台币20元 就算设备很普通 冲泡的方式很简便 微风徐来喝杯咖啡 就是越南的全民运动 从土地涌出的黑金 成为改变越南经济的关键 只花了20年的时间 越南咖啡在全球市场出口的市占率 从0.1%要升到了20% 高居全球第二仅次于巴西 而且内销也很惊人 越南人有多爱喝咖啡 人口800万左右的胡志明市 咖啡店就有6000多家 而以我背后这家咖啡店来说 生意好的时候 一天能够有1000个客人 用越南传统的竹编技术建造的咖啡厅 完全没有用到一根钉子 连建筑材质都跟随环保时代潮流 其实正揭示着越南的往前迈进 强劲动力之一正来自咖啡 越南2014年全年咖啡出口量达到160万吨 出口总额达36亿美元 跟前一年相较分别成长了33.4%和32% 但其实早期越南咖啡口感并不好 不论是咖啡浓技术咖啡豆品质 都够不着精品咖啡的边 这批咖啡豆来自越南中部 海拔高度800到1000公尺的林同省 海拔高气温低得天独厚 从机器过滤到人工减豆 一天就得花上10个小时 然后细细拿捏烘焙温度 避免炭化焦苦 靠着这样的好品质 打造出越南本土咖啡连锁 Passo是一种的第一个人 的了解释成销口感觉 然后做出越南咖啡的 所以就是Passo 选择这种方法 用选择烧的发展 就是由于亚方的发展 然后将来做出越南的发展 优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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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播剧场 咖啡很有特色 卻太繁瑣 所以十年前就刻意經營出 美式飲食風格 因此即便星巴克在胡志明市 短短兩年多 展店六家 還有不少韓式連鎖咖啡搶攤 它還是拼出了市占率10% 更有人放眼國際 用出乎意料的行銷方式 40歲的越南商人阮廷飯 2012年用將近3000萬台幣的金額 買下有147年歷史的 美國最小城鎮 然後將小鎮更名為Findeli 也就是它的咖啡品牌 媒體紛紛主動報導這則趣事 讓不少美國人因此認識越南咖啡 3000萬是非常劃得來的行銷預算 從苦澀到香醇 從道地到國際化 越南咖啡的濃郁散發全球 都無法再忽視的香氣 TV別紙新聞告訴我們廖芳杰 在越南採訪報導 說到文來 我們的會計想到這個國家非常的富有 主要的原因就是它的石油跟天然氣的產業 就佔了文來GDP的60% 而更佔了出口的高達9成 但過度仰賴的結果 就是當石油價格下跌的時候 在2015年文來的出口也就跟著下跌了10% 而陷入了3年連續經濟下跌的窘境 頂著烈日 自己生成為了國際石油大戶 文來產油 野產天然氣被稱為是亞洲杜拜 石化資源佔了出口總額的95% 以及GDP的62% 每天平均能夠生產超過20萬桶的石油 供應給韓國 印度 澳洲 以及日本 也讓文來成為世界上少數沒有外債的國家 澳視全球的優勢就像那高聳在油田上的紀念碑 僅40萬人口卻能坐擁龐大資源 被那象徵地底冒出的原油 拱出繁榮向上 在這不時能聽到螺旋槳聲劃破天空 直升機正載著民眾前往海上油田工作 幸運的問來人不只靠石油維生 還能享受低廉油價 油表跳啊跳 這裡加的是975000汽油 每公升價格只要0.53萬幣 大約台幣13塊左右 而目前台灣955000就要25塊 一倍的價差讓這裡的人開車毫不手軟 平日下午 車輛展示間多的是看車民眾 不說還以為是週末假日 平日下午的展示間 其實有民眾已經來到這裡看車了 而整個車市在問來一整個月 可以賣出大概1000多輛 而光是這個日系品牌 一個月也可以賣出140到160輛 佔了整個車市的12% 人口只有40萬 車輛數卻高達60多萬輛 平均每一個人擁有1.5輛的車 一人一台車很常見 因為進口關稅低只有20% 而台灣則是30% 足足差了10個百分點 也讓車價相對便宜 而2007年 問來更和日本 簽訂EPA自由貿易協定 逐步取消日系車的進口關稅 也讓日系品牌大行其道 以SWIFT來說 在問來售價是9300問幣 大約23萬台幣 台灣售價則是57萬 多了1.5倍 低廉的價格和服務 讓日系車款穩居當地市占率 一般上是日本車 你要買零件就很方便 到新加坡 都有在我們附近這邊容易找 歐洲的車一路來都不會吃香在文來 因為零件方面我們最快 如果是從帶雨上跟你運過來的話 都要三個月 四個月這樣 這是我的車 這是我的家庭 透過鏡頭我們來到當地名宅 車庫裡一眼望去有近10台車 一人兩三部車都很常見 這種用車習慣聽起來真的很奢華 而這裡大眾運輸非常不普及 路上幾乎看不到公車 而計程車整個問來 只有大約50輛 便利低廉的用車環境 讓問來人把油當水在花 但賴以為生的黑金卻在消失 預估2022年 問來的石油將開採完畢 而國際油價又持續走跌 根據世界銀行統計 截至2014年下半到2015年上半 石油價格跌幅近40% 天然氣也跌了超過30% 外界更因此預估 近年內問來將出現財政赤字 作用黑金資源的寵兒 正面臨石油枯竭價格走跌的交叉點 優勢福利能否延續 缺乏的產業技術如何發展 單一經濟追求轉型 將是這個石油效果的一線生機 TVBS新聞中 德榮 詹淑涵 問來採訪報導 過去因為國家 政府很有錢 所以文來的社會福利非常好 多數人都享有國民住宅 兩層樓將近50坪的使用坪數 每個月只要繳大約3000多塊台幣 不過由於剛剛提到 文來經濟開始走跌 申請住宅的人變多了 但是蓋的速度卻根本沒有跟上 所以有的人在申請之後 卻得要排隊等上20年之久 不過在租屋市場方面 倒是相對熱絡了 因為外來的資金很多 所以在租屋市場就有投資的優勢 在京華地段的別墅 月租金大約是5000文來幣 年頭報率大約是8%到10%左右 我下宅是一個客廳 廚房 上去就是有三間房間 在TVBS的鏡頭前 63歲的林家勝 帶著我們參觀 他剛剛才拿到的國民住宅 這是問來民眾 最津津樂道的福利之一 政府提供的國民住宅 兩層樓共三間房 兩廳三位浴 近50坪的使用坪數 對一家三口來說 空間運用綽綽有餘 而總價只要5萬2000塊 在問幣大約是1248000塊台幣 而且當地政府讓民眾 30年免息分歧 以這間國民住宅來說 一個月大約只要負擔3466塊台幣 這樣的價格要說是政府 送房子給民眾也不為過 本來有這個優惠我們的蘇丹政府 給我們這個百姓的福利 我們也有福利 要謝謝他們 謝謝本來蘇丹政府 感謝政府的民眾 少說就佔總人口數一半 而且所有權能在直系親屬間傳承 政府不會收回 每一家都有兄弟姐妹 他們都各自申請 所以很多人 而來到最新一期建好的國民住宅 一眼望去大大一片社區式建築 當地人稱為4000戶 全都是獨棟式的國民住宅 但或許是問來政府財政開始走下坡 也可能是人民手頭越來越緊 近年來申請國民住宅的人增加了 蓋的速度卻遠遠跟不上 從申請到郊屋可是條長路 20年 整20年 有覺得等很久嗎 有些也是一樣 有些18 17年就拿到 有些也等到21年左右 不過前幾年的早期的80年代 那個是比較大概5 6 7年就可以等到 另外問來政府開始跟人民計較洗小錢 像是過往從不催缴的水電費 現在家家戶戶都得裝上賭卡機 得先買預付卡才能用電 避免人民繼續卡政府的油 來到當地第一大的建材工廠 多數國民住宅的建材都來自這個地方 而其中有不少原料還是來自台灣 另外從建材端來看呢 其實台灣的廠商已經在問來的市場上 默默的發光發熱了 從我旁邊這樣出來的 其實這些呢都是屋頂上常見的素材 而這些原料呢就是來自台灣的鋼片 但是當地國民住宅腳步放緩 商人可不能空等生意上門 現在建材商和建商合作 推出高端商品希望吸引海外投資 別墅啊 那個樓盤啊 跟一些派物 跟獨立室的範圍 在文來很受歡迎這一塊 買的人呢他是可以做買賣 外國人也是可以投資 目標客群就是這裡附近的大使館的 高級官員啊 或者是大老闆 來到正在趕工的獨棟別墅 寬敞的空間甚至還有筆直的廊道 因為文來政局穩定又有免稅優惠加持 也吸引了大約10萬的外來人口 更創造出租屋市場 在東南亞地區的房產投資上頭 有一定優勢 以建地100坪實際地坪200坪 位在京華地段的獨棟別墅來說 售價大約是55萬問幣 也就是1320萬台幣 月租金大約是4000到5000問幣 年投報率大約是8%到10%左右 這個是一個混合商場 有住宅有商場 而另一頭正在興建的 是文來第一處住商合一式的住宅 以居住建築引進跨國投資 加上文來的水電費 比起周邊國家來得低廉 店租也相對便宜 以招商角度來說 有立竿見影的吸引力 在新加坡一房扯商店 40塊錢一平房扯 文來一商扯房間才4塊錢 所以你有一千房扯的商店 的場館在新加坡 你要還4萬 在文來你只還4000 文來這個人人有房的不流浪國度 即便財政開始吃緊 平民百姓也還在等著政府大理 但建商們則是很有危機意識 透過延攬招商吸引外資眼光 期待文來房市闖出更多商機 TVBS新聞 文來當地唯一的一家藥廠 就是台灣人前往設廠投資的 而且還有當地政府當股東 專業製藥器材產製出一顆顆的保健食品 這裡是問來第一家也是唯一的一家藥廠 背後推手是為台灣人 原本在加拿大經營藥廠的柯聖倫 認為回教人口佔了全球人口近三成 在8年前決定鎖定回教國家設廠投資 針對回教市場設計商品 而成分管控在回教世界相當嚴格 不能含有豬 狗 蛇 酒精等禁止成分 還得送宴取得哈拉認證標誌 最後柯聖倫來到問來 剛好當地正在尋求經濟轉型 希望引進有獲利前景的外來企業投資 蘇丹統治的政府也積極入股參與 甚至提供免費土地 在稅制上也有優惠 以柯聖倫的藥廠來說 就享有長達11年的免稅優惠 這個國家沒有所謂的基礎建設 所以這造成我們很大的不便 像工業區裡面沒有瓦斯線 然後包括網路線也很少 相對的建廠的時候的費用會比較高 匮乏的基礎建設 讓初期成本降不下來 但在回教國家生產製造 有助於打入回教市場 目前預估三年內 就能達到1500萬美元的年產值 但一切尚在起步 柯聖倫坦言 當地人力受限於國家福利和文化 管理相當不易 70%的員工在政府機關上班 政府又不裁員 也沒有所謂的業績的問題 所以基本上 他們工作態度非常的消極 在這裡每天得禱告五次 但工廠可不能停工 所以得分批讓當地員工 到廠內的禱告室祈禱 人力運用相當困難 而台灣充足的生技人才 成了業主最想網羅的對象 但即便開出月薪至少100K台幣的薪資 還是罰人問津 而廠內的台灣員工就說了 這裡什麼都沒有 有的是機會 是一個機會 因為它很多東西都才剛新的發展 尤其是這些生技 保養品 藥品這一塊 所以他們政府對這邊 對於這一類的相關領域算是蠻支持的 這邊是屬於一系列的產生保健食品 有人到問來 社廠與政府合作技術雙贏 有人則是為了這個回教國度 引進外來生技產品 遠處很有青春多的使用這個 賣場裡頭銷售員正在跟顧客介紹化妝品 這些多半都來自馬來西亞 因為文化相近 接受度較高 但近年來卻有一股新潮流 吹進了這個市場 苦情感謝所有 從生性年 午休時間 手機螢幕傳來韓劇對白 這樣的景象在問來越來越頻繁 也讓韓系商品在當地接受度提高 隨著韓劇興起 韓國的化妝品牌在 問來的接受度逐漸的開始提高了 像是我身後這個 來自韓國的化妝品牌 在八年前引進到這個市場來 引進三年之後就已經開始獲利了 現在每個月有四間店 總共可以成功創造出 台幣75萬的一頁 韓系品牌也投入成本 將五酒精類的商品送驗 取得哈拉驗證 另外也推出控油系列商品 瞄準氣候炎熱的東南亞國家 加上戲劇文化的加持 即便不享有東協關稅優惠 價格上沒有競爭力 依然成功創造買戲 反觀台灣商品幾乎沒有立足之地 好像以前我也是有帶領那些 一些台灣的那些洗臉的 鋪在臉上的那些產品 那時候一個月可以賣一萬多塊 然後現在後來就慢慢的拋 就是說我也是停止代理 因石油致富的回教小國 在尋求經濟轉型之際 有人看到了 與溫來政府從零開始的投資商機 有人抓住了文化潮流 成功創造消費脈動 要讓一向神秘的回教市場 翻轉出更多可能 TVBS新聞 宗德隆詹淑涵 溫來採訪報導 而因為景氣走下坡 民眾都把荷包守得很緊 第一線的百貨零售業最有感覺 溫來 摩拉縣的賣場裡頭 民眾正在挑選日常用品 這個百貨賣場有8家分店 屬於中小型貼近民眾生活 對當地消費力道感受很直接 近年來受到油價走跌影響 溫來的經濟成長率也走下坡 2012年是0.9% 但是從2013年開始出現負成長 為負1.4% 而且連續三年不見好轉跡象 民間消費也跟著下滑 從賣場銷售來看 2006年持續從台灣引進的商品 還在架上 但銷售量卻有了變化 這裡是溫來的第一家百貨公司 在地經營已經40年了 而這長時間的經營下來呢 其實台灣的商品一直在這裡 都很受到歡迎 像是我旁邊這個做工非常精緻的 壓克力盒呢 就是這裡的熱賣商品 而產地呢 是來自台灣的台南 塑膠家用品是台灣強項 以這個塑膠盒來說 這裡賣價是12.5到39.8問幣 大概是300到955塊台幣 從8年前開始引進 一直維持在3個40呎貨櫃的銷售量 但這一兩年 銳減到只剩一個貨櫃的量 但即便如此 台灣的農產品表現 還是相當強勢 賣場裡頭當然少不了農產品了 不過再問來呢 大部分的農產品都是來自國外 像是美國啦 紐西蘭啦 等等強國競爭之下 其實台灣的農產品 絲毫不遜色 我們可以看到像我旁邊這個 來自台灣豐原的茂骨乾 在這個地方呢 已經被包裝成了禮盒 成了年節送禮的好選項 其實台灣柑橘類 因為甜度夠 品質好 一直深受當地歡迎 像上一季產的碰桿 產季是10到12月 剛好搭上年末送禮的時節 成了當地民眾的送禮首選 因為它又很甜 它又很大 都是會買過年的碰桿 這就是台灣的 2014年開始引進就熱賣5000箱 2015年依然維持5000箱的銷量 但因為市場反映好 今年已經下定7000多箱 高品質的季節性農產品表現亮眼 但一般食品卻有些作困稠成 就像這個牛頭排的這個醬 還有這些素食方面啊 素食都有在我們的那個商場裡賣 架上台灣常見的沙茶醬 高湯罐頭只佔總食品類商品的 1%到2% 因為問來人口以馬來人為主 佔了67.9% 華人只佔14.8% 飲食文化上頭還是有隔閡 加上台灣廠商多半在包裝上頭 不願走向英文化 也降低問來人對台灣商品的接受度 不是每個人都看得懂中文 比如說東南亞 泰國人不管我們的國家 或者馬來西亞 他們都會看英文 像這個洗衣服的柔軟機 也是來自台灣的 不只食品類 包括台灣清潔類商品 上頭也全是中文 但問來懂華語的人口只有20% 這台遙控車也是台灣做的 從架上搬出遙控車 資深賣場經理說 台灣遙控車完全鄭重了消費者的需求 他們問我你會不會玩車 我說不會 但是我知道消費者需要什麼 我能夠提供他什麼 8年前大膽引進台灣遙控車 成立問來百貨賣場上 第一個玩具部門 來自台中的玩具車 在問來闖出了高單價需求 一萬六千四百四十五 飄洋過海的遙控車 一台售價上萬 因為品質穩定 維修方便 價格上跟日本品牌相比 更有競爭力 成了當地零售商的首選 它可以隨時提供它所需的零件 數量不限 只要你可以引進來 我就完全支持你 這是我最喜歡的合作夥伴 零售百貨民生消費第一線 在問來經濟持續走跌 民眾褲帶越勒越緊實 台灣廠商若想要殺出一片藍海 考驗的除了是品質 還有走向國際化的決心 以及意願 TVBS新聞中的榮詹淑涵 問來採訪報導 問來其實有豐富的天然資源 比方說當地的國土 有70%是熱帶雨林 但是卻沒有完整的配套措施 發展觀光產業 自然 美景 綠印環繞 這裡是南陽小國問來 位處赤道附近 屬於赤道熱帶型氣候 沒有颱風 地震等天災 而且有75%的土地 都被原始的熱帶雨林所覆蓋 環境相當自然 以美景環繞的問來帝國酒店 更是多次舉辦大型國際會議 讓各國元首印象深刻 以皇宮改建 吸引了許多國際遊客 前來朝聖 透過TVBS的鏡頭 搭著小遊艇分池在問來境內的 婆羅洲紅樹林 前往當地水上人家 問來除了是自然環境 保留了天然的美景之外 其實有很多的人民 是跟大自然生活在一起 像是我後方 你可以看到 這其實是一個學校 就是人們 他們其實是住在水上頭的 他們稱之為Water Village 也就是水上人家的意思 而這個船就是他們每一天出門 以及回家的時候都必須要搭乘的 交通工具 走上水上人家的碼頭 這裡大約三萬人口 近兩千戶房子 是很完整的社區 哈嘍 歡迎 這是我的水上人家 請我 走進水上民宅 裡頭空間不小 整個家族十幾口人都住在這兒 在這裡超過一世紀的水上人家 習慣和自然共生共榮 政府除了保留不遷移 連帶整片紅樹林生態 也都限制開發 讓這些水上居民 能當起在地導遊 把獨特生活文化 成為現成的觀光素材 許多水上人家 當起船夫 駕著遊艇 帶遊客認識 紅樹林裡的熱帶物種 像是鱷魚 迷猴都很常見 其中最特別的就是長鼻猴 是婆羅洲上的特遊種 鏡頭捕捉到長鼻猴的身影 全身金黃色毛髮 及臉上的大鼻是招牌特徵 鼻子肥大下垂的是公猴 而母猴則是較為尖鞘 自然環境被當地飯店業者向重 向政府申請開發成大型度假村 他們只給我們這個圖 只有這個圖 所以我們不能破壞 移動環境的環境 不破壞不侵擾 貫徹汶萊政府開發 與自然並存的原則 而入夜後 信奉回教的汶萊 沒有夜店也不能飲酒 卻有最到底的署名夜市 這裡是嘉東也是汶萊 最熱鬧的地區之一 而這個嘉東夜市 被稱之為 One Dollar Market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 像這樣子呢 這樣一個便當 竟然只要一塊錢的汶萊幣 大概是台幣24塊錢左右 扎實的炸雞腿飯 物美價廉 這是平民的美食集散地 當地女孩的手作糕點 南洋風味的炸物 還有當地稱為ABC的 繽紛飲品 都是當地飲食文化的代表 這很近 我生活的 這很久 這已經是一段時間 我年輕時 我來這裡 根據當地旅遊業數據 2003年吸引了大約10萬旅遊人口 平均停留時間為3天 2014年已經提升到了17萬人次 而2015年更是達到近22萬 增幅為8.6% 雖然有成長 但是根據問來政府先前提出 2012到2016旅遊業發展藍圖當中 所訂出的目標 2016年要吸引41.7萬人次 努力的空間真的還很大 更別說鄰近的馬來西亞 2014年遊客量已經達到了2700萬人次 相差非常大 他們一直以來都有在想要推動這個觀光的 只是說可能文來是一個小地方 人口也不多嘛 然後呢就是說 經典也不會說很多 所以以大自然為主 文來小國因石油幾身國際 但小國美景卻默默無名 不同於石油的自然資產 除了政策保護外 該如何實質轉化為觀光收入 對文來來說 還有長路要走 TVBS新聞中德容詹淑涵 問來採訪報導 各位觀眾您好 歡迎收看東協新龍頭系列報導 我是廖方傑 今天我們的節目呢 要持續的帶您前進 帶東協兩個重要的國家 一個是很多外資認為 經濟已經夠開放 未來很有發展機會的柬埔寨 另外一個就是赤道上的翡翠 印尼 我們先來看到印尼這個國家 人口紅利2億5千萬人 就讓全球都不得不關注 這個全球第四大人口國 而且更重要的是 它的人口結構非常的年輕 我們看到它在15到64歲 這樣子的勞動人口呢 就佔了6成8之多 近年來曾經被譽為是第五塊金磚 不過這樣子的人口紅利 也成為了雙面刃 因為它雖然吸引外資 卻也因為這些湧入的熱錢 對印尼當地的中產階級 帶來了巨大的衝擊 像是雅加達的房價 三年來就漲了兩倍 在市區一間不到30坪的普通房產 開價都已經超過台幣1200萬 成為白領階級不可承受之中 或許是雨季的關係 印尼雅加達的天空總是灰蒙蒙的 跟彭博發展的亮眼長跡 是十足的對比 2012年才在印尼成立的 電商網站Biona 主要販賣母銀產品 2014年營業額800萬美金 2015預估有2000萬美金的成績 成長超過250% 这并不是我第一个商业 我之前建设了一个商业 我们学习70%的商业是女性 所以当我们建设另一个商业 我们想要专业的目标 所以我觉得在女性的世界 有两个角度是女性和 fashion Diona买段商品 存放在自己的仓库 然后直接交给合作的货运公司寄送 准确掌握配送进度 但是买段就一定有库存的风险 年轻的新创公司哪来的资金 靠的就是这几年最夯的创投 外资能够分塌而来 当然最关键的原因还是 印尼的人口红利 印尼是全球人口第四多的国家 而且人口结构很年轻 15到34岁的年轻人占了全国总数的 5成5之多 这样子的人口红利能够培养成 非常庞大的消费潜力 每年他们的中产阶级人数 是以700万人的速度在增加 但我背后看到这样一整条 都是名品名店街的shopping mall 规模类似台北101的就高达100间 也因为这样子庞大的内需市场 让印尼即便遇到了金融海啸 2007到2012都搅出了GDP 5%成长的成绩 去年前年也都有6% 看到金品名店几满人 很多人的直觉就是陆克来了 但在印尼根本无需仰赖陆克 基本款一双就要3万台币的 红底鞋店面里 满满都是印尼的当地人 消费市场稳定 吸引外资投入 却也为多数印尼白领带来庞大的生活压力 面临雅加达的市中心因为外商多 所以房屋租金高 一个月已经要台币15万元 这也就拉高带动了房价 比方说像我背后的这个高级住宅呢 距离雅加达市中心 大约是台北车站到故宫的距离 但一平要价也已经要台币22万 首都雅加达的基本薪资是270万印尼顿 不到台币7000元 要怎么买得起美金7000元一瓶的房子 Daniel一家四口 两年半前到印尼创业 这几年对物价上扬特别有感 最以前我刚来印尼的时候 超常买给小朋友喝的 然后以前刚来的时候才3900 然后现在就5000 就涨了三成 才两年多就涨了3000 对啊 非常夸张 在购物中心里吃一顿精致一点的晚餐 五道菜跟几杯冰红茶就要台币3500 但是在印尼有超过四成的民众 一天的生活费不到美金 两块钱 台币70元 一个印尼 两个世界 印尼的家庭是每年10%是最烂的 20%是你做得还可以的 30%是你做得很不错的 因为如果你没有到30% 你明年就会被挖去别的公司 虽然近两年印尼的经济成长换快 但如果印尼队能持续走稳 印尼还是有机会成为东协的经济成长引擎 印尼是一个 它是一个在发展中的国家 然后很多的不完美 就包含说 它人非常的 比较懒散 比较没有效率 或者很多建设也非常的差 但我个人就觉得说 就是因为太多的不完美 才会是我们的机会 刚刚提到印尼有很多的不完美 其中一个不完美 就是塞车实在太严重了 根据一项调查显示 全球最会塞的城市 就是印尼亚加达 它是第一名 而印尼的另外一个大城 四水 在这个排行榜上 也高居第四名 全球第四会塞 其实这跟我们刚刚提到 当地的经济起飞 有一个很大的原因 过去印尼的中产阶级 比较多是骑机车 但是在有钱了之后 当然就想要买车来犒赏自己 所以印尼汽车的年销售量 从2008年的60万辆 才短短花了五年 就成长了一倍 来到120万辆 那么很多人就会想 是不是车太多路太窄呢 其实印尼地大 所以道路是很宽的 只是道路设计不良 所以它常常要开 很长的单向道 才会遇到红绿灯 或是回转道 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它的大众运输工具 太缺乏了 像这个捷运 已经延宕了十年 最近才开始动工 而另外 公车的路线很混乱 还得随叫随停 所以我们在路上 50公里的路程 得花7个小时 不过能够解决问题 就是商机了 像是继承摩托车 不但能够载人 还能够送快递 当快餐车 在印尼雅加达 出门之前 人家会问你 上过厕所了没 不要觉得这个问题很奇怪 实在是因为 雅加达塞车的状况 太严重了 如果你没有先去过洗手间 谁都没有把握 你会在车阵里头 塞多久 不夸张 印尼当地的朋友说 印尼的产妇 流行剖腹产 因为如果自然产 有更大的机会 得塞在车阵里头 生孩子 当地人常常一边开车 一边看着手机的 Google地图 很常都是这种红色 那种深红色 我觉得最恐怖 这种就是动弹不得 Google显示的14分钟 真的致是参考 这段路 我们足足开了一个小时 其实印尼的路 不是不够宽 只是单向道太长了 开了很久很久 都见不着红绿灯 另一个问题 是交通建设太落后 大公车 随叫随停 还有车长先生 跳上跳下 感人上响车 唯一好一点的是 BRT系统 有自己的专用道 塞车时间 只有这专用道 能畅行无阻 科技始终来自人性 生意则来自环境 中国解决塞车问题的 其中一个办法 是提出高承载管制 在尖峰时段的一些区域 车上一定要坐满三个人 才能够上路 结果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 我们会看到 在进入这些管制区域前 路边会有人像这样 比出一或二的手势 代表的意思是 我有几个人 比方说 一个人可以上你的车 帮你凑满人数 而且上车了 不是我给你钱 是你要给我小费 大约台币80元 这真的能解决塞车问题吗 一点也不 只增加了更多排队赚机会财的人 但是一趟80元台币 只是小商机 有人脑筋动得更快 印尼最大的继承摩托车服务 GoJack 有点类似Uber 而且现在业务范围持续扩大 载人送快递 也是快餐车 我们坐摩托机轮车 或者是要叫买东西 也比较方便一点 因为有时候 因为雅加达塞车 有时候要去很远的地方 觉得很麻烦 每一项服务的出发点 其实都是解决塞车问题 而雅加达市区内的道路长度 将近7千公里 当地媒体曾经估算 2015年 汽车的面积 已经跟道路面积相等 也就是说 所有车辆 可以把雅加达的大街小巷 给塞满 一般人或许 一般人或许还能跟时间给耗上了 但对物流业者来说 印尼有一万七千个岛国 加上塞车 实在是先天不良 后天失调 JNE是印尼最大的物流公司 有三千五百个据点 透过墙壁的颜色 分类货物的缓急程度 再分到各个据点配送 当地人坦言 不是不会延误 但已经是最佳选择 好消息是 延宕十多年的捷运 重新动工 坏消息是 没有几个人乐观期待 2016真能通车 而已经够黑暗的交通 在迎来黎明之前 只能一日 负一日 TVBS新闻 廖广斌大方杰 印尼雅加达 采访报道 刚刚提到 印尼的人口红利优势 中产阶级崛起 塞车严重等等 这些特点集合在一起 就形成了一个现象 就是印尼的电子商务 有惊人的发展 2010到2015期间 印尼电商年纵和增长率 达到40.2% 市场规模预计 会从2013的80亿美元 增长到2015年的120亿美元 但这还只占了 印尼整体总零售业的 1%而已 换句话说 印尼的电商市场 还有很大的成长空间 有图有真相 这年头想透过网络平台 做生意 精美的产品图片很重要 印尼这家才发展了 一年半的电商平台 Yellowvenia 推出免费摄影服务 拍完照 不但有专人指导 如何上传照片到购物平台 甚至没有版权问题 卖家在其他电商网站 也能使用这些照片 帮经费不足 经验不够的出学卖家 降低网派门槛 这样特殊的一条龙服务模式 有一个很大的原因 是印尼两亿多人口 虽然有30%的网络渗透率 但很多人对于 新兴网络购物的模式 还不熟悉 第一个问题就是 第一个问题就是 他们是在网络上的 第二个问题 他们是在网络上的 10万人 至少都会试试 网络上的 打电话给这个人 OK 我要买你在卖的东西 所以我们应该教他们 真正的网络上的 印尼最大购物网站的 顶约数 在2013年突破10亿次 当年交易金额是80亿美元 2014年 大幅成长到120亿美元 但电商业者指出 这还只占了 印尼总零售业绩的 1%而已 换句话说 还有很大的成长空间 很多人是在用 他们的手机 用手机塞车的时候在做 然后他们要做什么呢 以前很多人是在玩 可是现在很多是用 e-commerce选东西 塞车 equals e-commerce opportunity 2012年 印尼只有8家电子商务公司 2013年48家 2015已经有130家 以Elovenia为例 2014年3月才开始运作 一年半来 营业额就从2000万美金 成长到1亿美金的 物费之多 印尼电商市场才要起飞 最会赚钱的犹太人都说了 女人的钱最好赚 一份调查也显示 20到29岁印尼青年 属于炫耀西金族 重视外在美 剩余内在健康 在印尼 以前美容是奢侈品 现在是生活必需品 印尼的美妆市场发展 非常的蓬勃 以保养品来说呢 在2011年的市场规模 就达到了34亿 预估2016年会达到58亿 整个市场规模 在东协国家里头 仅次于泰国 而成长率更高居 东协之怪 韩国爱莫利太平洋 化妆品集团旗下的 Edito House 光是在雅加达 就有17家电点 从装潢到产品设计 都是梦幻可爱 公主风 但行销策略 可以说是化妆品界的 快时尚翘楚 一年的新品跟新色 大约400种 换算下来 每个月就有40种 对特别喜欢长鲜的 印尼年轻族群来说 格外有吸引力 在百货公司 除了欧美日品牌之外 就属韩国品牌最多 像是蓝芝 雪花秀等等 只是很可惜 在这么极具潜力 未来五年复合成长率 达到11%的市场 没有看到台湾品牌强劲 TVBS新闻 廖广播 方杰 印尼雅加达 采访报道 刚刚提到电商发展 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印尼是全球 行动通讯市场成长 非常快速的国家 现在印尼的手机 使用渗透率 就已经有八成这么高了 当地的业者说 其实这是因为印尼人 很爱长鲜 很敢花钱 很喜欢新东西 所以往往手上 虽然有一只手机了 还是会再去买新款 所以每个人手上的 基本配备 就是两只手机 不过说到网络的话 当地网络建设 就比较落后了 只有三分之一的人口 可以上网 现在的时间 还不到上午11点钟 印尼手机卖场的柜台 就已经像这样子 挤满了人 印尼是全球 行动通讯成长 非常快速的国家之一 现在手机使用的渗透率 已经达到了八成 数量高居全球第四 而且有在使用的门号 从2002年以来到现在 就已经增长了32倍 到2011年的时候 已经有两亿 这一天是华硕 在雅加达发表 Zenfone家族新品的隔天 一大早就有消费者到柜上 指明要看自拍美机 Zenfone Selfie 抢快长鲜的速度 不输苹果的果粉 业者说 印尼人爱念子 特别喜欢拥有最新的产品 所以平均一个人手上 至少有两只手机 而且不像台湾人 习惯靠绑约换新机 印尼手机市场 几乎都是零售通路 或预付它 手机生命周期短 对业者来说是超级大饼 不过虽然手机渗透率高 网路的速度却差强人意 在印尼首都雅加达的 网路速度没有慢到 让人无法忍受 但是时好时快 忽快忽慢 就连在同一个商场里面 要搜寻东西 有时候非常的快 但是有时候呢 却得等上好几秒钟 根据美国网路测试公司 研究显示 印尼下载网速 在全世界排名第139 东协国家中排名第8 只赢过了缅甸跟菲律宾 所以虽然吃饭 逛街都会看到低头足 但比例不像台湾这么高 就观察没事做 最容易低头的等公车时间 引颈期待公车的人 还是比较多 但网路不论再慢 等待的时间 都比塞车来得少 年轻人开始习惯 上网买东西 20%的人习惯使用 印尼传统电商网站 例如Lazada 26.4%使用社交平台 例如Facebook或Instagram 而占最高百分比的 竟然是用Wine 这种通讯软体购物 27% 主要的原因是缺乏 完善的金流体系 买卖双方难以互信 在中国会比较 比较经常买 因为中国比较方便 可能有那个支付宝吧 然后如果在印尼的话 没有支付宝这样子的东西 我们还是比较麻烦一点 我喜欢买一些东西 在新加坡的东西 但可能在印尼西亚 我可能不觉得买它 在新加坡的东西 因为安全 安全的原因 可能因为那时间 会比较多长 比较新加坡的东西 网络安全的责任归属 尚未厘清 政策混乱为民 当然直接影响了 线上信用卡交易量 目前当地最常采用的方式 是银行转账 其次是获到付款 但这还得负起 居中的送货员几贪念 带着货物落跑的风险 印尼想成为东南亚戏股 网络基础建设 网络安全 物流交通 都是大挑战 TVBS新闻 廖广名叫方杰 印尼雅加达的采访报道 印尼总统佐科威 是在2014年底上任的 当时他开出了 六大竞选支票 我们来看看有哪些 首先他说 任内要把经济成长率 拉高到7%以上 不过印尼2015年 4到6月的经济成长 减缓到只有4.7% 这个增速是2009年以来 最慢的改革 第二 他说要改革官僚体系 所以在2015年8月 改组了经济团队 一些国有企业的经营团队 也都打起牌了 第三 是他说要推动基础建设 不过目前看起来 进度有点缓慢 第四 他说要透过逐步削减燃料补贴的方式 来筹措基础建设的经费 然而随着国际油价回升 加上印尼通膨窜高 引发了劳工抗争 一般认为 左科威最后很有可能会屈服于现实 另外他承诺要打击贪官 却很难进行 所得分配的不均的情况 也比之前还要严重 这些都让原本蜂涌而来的外资 现在有点放慢脚步 2013年左右 东协话题正热时 外资蜂涌来到印尼 但是基本工资大幅调涨 加上政策摇摆不定 外资也开始犹豫了 外国人要来这边工作 像你要来这边开会 你要来这边见当地的客户 你都要一个临时的工作证 那这个因为造成大家不变 造成很大的反弹 他要临时就做一些变化 说我不需要了 就是说在政策上面 它是一个举期不定 没有一个真正的方向 当外资却步 政府牛步 年轻人只能靠自己加快脚步 这是个占地1500平的创意市集 年轻人可以在这里足摊位 分享自己的产品 年轻设计师亲手打造 要让每个人都穿得更独特 比方说像手上这件礼服 SML都只有一件 几乎不太可能会撞山 作制化上了影 有人一口气就订了12套小礼服 流行与否见仁见智 但年轻设计师有了舞台 消费者有别于大众的选择 像这种南方特殊染种的传统服饰 还有人特别下订单 要卖到国外去 特别的是亚加达有14个创意市集 但展出的时间却不固定 设计师像竹水草而居的游牧摆摊 消费者不巧没碰上 就得靠社群网路想办法联络 形成另类的饥饿行销 同时市集不代表便宜 一套礼服要3000元 一条领巾600元 可见印尼人很敢花钱 这种消费力道 台湾年轻人当然知道 不能错过 James跟太太带领母婴商品妈妈喂 妇女产后瘦身的腰夹 一副台币2000多元 许多印尼的专柜小姐 愿意花四分之一的薪水 来买这个产品 中产阶级他们假设 一个月他只赚1万块 可是他们一个月 可以花掉1万2000块 这2000块哪里来 就是跟老板借 所以他们是一个非常乐天的民族 他们不会有说 我要有存款 我要买房 我要怎么养儿育女 印尼人过度乐观的消费 是经商的人难以抗拒的吸引力 但是他们也坦言 印尼市场虽然大 创业门槛却不低 得熬得过政府的低效率 人力的低忠诚 社会的低信用 要做一件事情 似乎没有像在台湾一样 这么的容易 然后在状态上面 我们昨时真的是被骗了好几次 然后也换了两个承包商 意识到华人 对于印尼市场的跃跃欲试 四大会计市事务所之一的PWC 也开始派驻员工到印尼 针对两岸三地的企业 提供投资咨询 整个经济环境 目前为止还是主要的民生物质 还是仰赖进口 这么高的进口比例 再加上印尼顿的贬值 的确会造成它的国内的通膨 影响还蛮大 是台商要进来经营 也考虑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通膨率高 经常让赤字不断恶化 印尼顿贬至16年新低 印尼的皮肤悬殊达到危险程度 随着QE退场 热情退潮 总统总特为破坏的愿景 充满变数 想前进印尼 不能忽略它光鲜亮丽的另一面 TVBS新闻 辽广达方杰 印尼雅加达采访报道 接下来我们就前进柬埔寨了 柬埔寨从2013年到2014年 GDP成长7% 这意味着柬埔寨正处于 在经济发展的重要时期 因为世界上很少有国家像它一样 经济的平均增长率 取得7%这样的高成长 按照世界银行的定义 柬埔寨到2030年 就上升为中高收入国家了 只是跟印尼一样 它的贫富差距更大了 有情人喝一杯2.5美元的珍珠奶茶 他们觉得稀松平常 但贫困的民众 却只能够吃一元美金的路边谈 甚至我们直击 有孩童都是蹲在马路上 用手抓面条来吃的 在柬埔寨贫富差距相当的大 但您知道吗 其实要饱餐一顿并非难事 像我现在手上拿的一块钱美金 您知道可以吃到什么吗 就是这个便当 这便当里头菜色有炸鱼 有小黄瓜 那么也因此在每天中午 在柬埔寨 吸引许多的低收入户 钱来抢买 为了不让低收入民众挨饿 贪贩一定会把便当盒盛满白饭 曾经也吃过一块美元便当 曾经全归想起贫困时 穷到三餐不济 运气好一点 只吃白饭配空心菜 今年32岁担任华语导游 月薪约1600美元 六年前曾经全 传到一万八千美元 买下人生第一间牌楼 娶妻生子 晋生 中产阶级 我家里是很平审的 因为这边内乱结束后 我们这边说起来 家里什么都没有 都是白手成家的 以前薪水大概一个月是 说起来刚出来带的 可能不超过一百块美金 最重的时候只有白饭 就吃了一根一些野菜 可以吃了 过得就是一场一场样子 不想当工人 领低心 有能力家庭 想办法筹钱 让孩子学中文 喜欢中文 和找到更好的工作 中文学好之后 你想要当什么 想当中文老师 为什么 因为可以 叫我们的国家会讲中文 会找到更好的工作 可以得到高的工资 薪水七一三 七一三现在你做什么 薪水三快活 薪水三快活 薪水高低语言成了重要关键 只懂简文能领基本工资 一百二十八美元 懂英文月薪最多达三百美元 能说一口流利中文 可领到四百美元 柬埔寨人会说简音中三种语言 月领一千一百美元 努力学外语 就是不想贫困 过一辈子 家境小康的孩子 喝一杯2.5块美金 起跳珍珠奶茶 稀松平常 更有富人提领美金 只在乎有没有乌损 这里是国泰世华 位在金边的总行 你可以看到这间 小小两瓶大的 VIP贵宾室 所有柬埔寨人 他们只要来到这里提款之后 都会将所有的美金 拿到手上 一张一张的验算 看看张数是否正确 从红色高棉可怕历史 走到今天 富人有钱等于拥有权势 穷人却只能靠着意志力 想尽办法求得温饱 两者极端画面 历历在目 柬埔寨 亚洲最贫穷国家 发了写思故事 每天从早到晚 一幕幕真实上演 TVBS新闻 吴建宏 蒋世伟 金边采访报道 欢迎持续锁定 东斜新龙头系列报道 我们持续深入了解柬埔寨 柬埔寨的翻身 其实有两个关键 第一个关键是靠观光 2005年发生了南亚海啸之后 很多欧美游客 把他们的目标就转向了 在内陆国家的吴歌窟 所以就带动了柬埔寨 整体的观光收入 在2007年的时候 柬埔寨的国际旅客 就达到了200万人次 比前一年成长了18.5% 到2014年成长到了378万人次 为柬埔寨创造了22亿美元的外汇 观光旅游业的产值 就占了整个柬埔寨GDP总值的14% 而第二次的翻身 靠的是外资了 在经济上 这几年柬埔寨的经济成长率 都至少7%起跳 主要是因为这个国家 美元货币大量的流通 在柬埔寨几乎都是用美元交易的 对外汇的管制不涉陷 吸引台资有6家银行 抢贪金融 道路凹陷 车辆行进颠坡 摇摇晃晃 没有呼泊游路 滚滚黄沙从地面扬起 遮蔽眼前道路 机车轿车只能凭着感觉 往前继续行驶 遇到坑洞赶紧减速 在柬埔寨大约有80%的公路 是土石路面 每年修路 但似乎永远没有完工的一天 从金边二号公路 一路往市区走 部分路面铺上搏油路 交通仍十分拥塞 目前柬埔寨基础建设 有一半以上都是靠外资赞助 像这条道路取名为毛泽东大道 以捐赠国理秀名字命名 过去十年来 大陆捐赠柬埔寨超过20亿美元 木泥旺大道是金边最主要的道路 在这里平均每走20公尺 就会看到一家银行 因此在这里被称为金融一条街 而其中最受注目的地标 就是这栋35层楼高的嘉华银行 国际货币基金INF报告指出 柬埔寨未来十年经济成长率 至少7%起跳 十年之前它就是传统的农业 还有加工业 比如说制衣厂 制节厂 从2005年到2015年 40年中主要就是它留业不断地发展 还有建筑业也不断地发展 这样子两个行业 大概占国家的GDP 应该有40% 你人民真正是有钱 因为你国家 就用这个货币有一个 像外商有一个信心 那他们来投资 那就可以了 何必要一个国家的面子 当然它国家有一个方向 就要逐渐逐渐增加 这个减币的信心 你看这座白色的建筑物 它就有400个单位 这样里边大概有 20%是外国人住的 从窗外放眼望去 金边市区容貌正在改变 高楼一洞洞拔地而起 许多外商看准 柬埔寨以美元交易 外汇管制不设限 吸引台资国泰世华 玉山 易银 何库 兆丰上海 六家银行抢贪进驻 看准柬埔寨会对风险低 美元放款利率可达10%以上 存款利率约4% 利差达6到7% 光是存放款业务 就可让台资银行赚进不少利差 对投资人有一个好处 就是说它因为这边柬埔寨 整个90%银行体系的存款 都是美金 在减币只有10% 所以在投资人来讲 有这个便利 并不会受到币值影响 柬埔寨经济崛起 进而带动消费力 为在金边市驻商发展重镇的堆谷区 这间波济海鲜餐厅 每天上门顾客 几乎有一半是柬埔寨人 一道道高档海鲜食材 典满一桌至少100美金起跳 第一阶层就真的吃不起 假设是上班族以上就OK了 他们经常会带家庭过来这边吃饭 四五百这样子 他们就可以过来消费得起了 因为他们不会是经常 每天都过来吃 可能一个月过来两三次 不论是餐厅或是大型购物中心 整个金边都有来自世界各国 溢注的资金 钻石道 希腊风建筑 玻璃帷幕大楼 开发商全来自台湾 大陆 新加坡 日本 柬埔寨经济潜力 不容小觑 TVBS新闻 吴建宏 蒋志伟 金边采访报道 金边又被称为小巴黎 这两三年很多台湾投资客 到金边去智产买房 因为投资报酬率达到百分之八 曾经是政府的批租地 现在摇身一变 成为算石岛 整个金边都是各国建商的大工地 国际货币基金也看好 柬埔寨房市认为 在房地产的成长带动之下 未来经济成长率 还是会跟之前一样有百分之七 一群建商就想要在金边盖地宝 推动房地产 金埔寨房地产虽然有利可图 但仍有风险 这栋楼原本要盖42层楼 但现在只盖到了32层楼 总共花费了八年 被当地民众称为是栋烂尾楼 开发到一半停下来 这栋占地约一平方公里 在金融海啸期间 韩国建商因为资金紧缩 导致大楼无法继续盖 成了金边购物族 最不想遇到的悲剧 专地敲打声一动动拔地而起大楼 和伸向天际的单臂吊车 在金边市区建商圈地掏金 几乎有一半以上 都是国外建设公司赤资新建 每周都有许多投资客 更是跨海道柬埔寨制裁 人潮涌入售物展场 根据地产公司统计 柬埔寨房价2010年起 涨幅达3% 每年逐步攀升4% 6% 8% 2014年10% 地产专家预言 金边房地产将会继续旺到2020年 其中大陆韩国日本为最大买主 我觉得现在的柬埔寨的房地产刚开始兴起来 对 而且有可能运藏着很大的一个投资的价值 升值的空间 对 那么就是说跟大陆相比呢 我觉得这边的空前力会更大一点 就连资金雄厚的柬埔寨民众也看好金边房地产 未来还有上涨趋势 像这样签约 开支票景象 几乎每个月成交2到3户左右 来 您看一下 这里就是我们的景观大豪宅 那这是市房大概100坪 买了房还得再花一笔钱装潢费用 才有机会顺利出租 目前金边房屋出租率达80到90% 租金投报率8%到10% 美元交易十分便利 受到投资客青睐 潮不停的柬埔寨 光是在金边黄金地段办公室 地价指数两成一 而黄金地段住宅区则是高达了两成六 地价涨幅是全东协的第一名 柬埔寨的房地产是这样 就是因为供需的部分 其实是在它的首都金边 是非常的不平衡的 应该说要租的人比较多 那有这样A级或Aplus级的 酒店式公寓的部分 其实供给量是比较少的 在外商的主管级的 在租屋市场的需求 其实我们有调查过 大概都在900到1100块钱的预算 很多建价公司 那由于他们收费标准 这个非常悬殊 从100块到五六千块美金都有 那有很多的话 让我们有高度怀疑他们事实上是灌水的 那因为假如说他灌水了以后 拿到我们银行的话 我们到时候的话就是没有办法 放款的话就过度膨胀 在整个景气不对的时候的话 那我们银行就可能会遭受损失 光是在柬埔寨房地产建价公司 至少300家以上 再加上建商和投资客 为了买地和买房 必须和银行申请贷款 以国泰市华柬埔寨子航为例 2015年放款成长达75% 大多以房贷为主 而放款虽然大幅度成长 但放款品质不但未降低 反而让预放比率从20135% 下降到2014年3.7% 2015年很有可能会低于2.5% 专家提醒海外投资 除了得胜选房地产黄金区块 亲自看污也可向台资银行咨询 眼光着重在资本利得 但更要重视风险管控 投资客才有机会 在不设限的投资天堂柬埔寨 赚取刀额利润 TVBS新闻吴建宏 蒋志伟 今边采访报道 外国人前进柬埔寨 也掀起了一股创业潮 TVBS观察发现 有很多台湾年轻人 到的柬埔寨创业 发现太想念台湾菜了 结果干脆开餐厅 把解释料理加入了一些台湾味 甚至还有些人觉得 柬埔寨当地年轻人赚得太少了 根本存不到钱 干脆亲自开班授课 传授烹饪技术 在吉普寨门牌号码 长得都是像这样子 我们再往下一家走 你可以看到 这一家的门牌号码 它也是同样写的数字18 我们再往旁边的这一家 看到了吗 是不是很眼熟 这一家的门牌号码 居然是台湾旧市的门牌号码 上头写着金边市万锦刚 到底这家店是什么样的一家店 我们赶紧到里头 一探究竟 走进这家约20平店面 可看见熟悉的便当盒 吃到不只是样子像 我让你连味道都很像台湾味 今年34岁林淑芬 为了议员创业梦想 和先生从台湾到柬埔寨 先是租店面 训练当地员工 制作道地台湾便当 江淹了两天肉片拿起来 林淑芬坚持自个裹粉炸排骨 便当每道菜品质 可都是当天上午一大早才买 当天他们本来对华人食物 就很有兴趣了 所以他们只要看到华人食物 自然都是会进来试吃看看的 味道都会因为本地人 做一点调整 林淑芬回想起三年前 辞掉台湾工作 捧着两万美金 大约65万台币 来到柬埔寨开设台式便当店 一个便当四块美金 吸引许多柬埔寨中产阶级 当地人前来尝鲜 那当初这间店的设计呢 看着自己辛苦打造餐厅 钟志瑶总算露出笑容 因为平常在厨房 他就像是变了另一个人 那餐厅太辣 从台湾飞到柬埔寨开餐厅 当老板同时也得兼任厨师 每天到店里只要有空 钟志瑶就会窝在厨房 亲自把关每道菜色品质 有时还会亲自料理 这样吃起来比较不会有负担 因为这本身就是一道凉拌菜 创业是很辛苦 你在台湾很辛苦 可是你在一个陌生的地方 你会更辛苦 那这个是必然的 在这个过程里面 其实你也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32岁的钟志瑶回想起四年前 花了一个晚上就决定人生方向 来柬埔寨创业 初期烹煮菜色一直不到位 后来将食材佐料更换成台湾味 没想到检视餐点一推出 在金边爆红 员工更私下透露 做事严谨的钟志瑶 对自家餐厅制作出来 每一道菜色非常讲究 若菜色味道不对 立刻重新制作 否则绝不端上桌给客人 这就是他开餐厅的坚持 你那个姜要爆香一点 餐厅厨房也可成为创业训练教室 他到柬埔寨开餐厅之外 还训练员工怎么创业 他们的生活比较困苦 我想说如果说能够教他们创业的话 可以改善他们的生活 而且他们也可以再传导 我们的台湾料理 让他们可以有更好的生活 不藏司传授自家烹煮料理 26岁学徒嘻哈 国中毕业后就开始赚钱 上班准时报到 努力地学习中式料理 将员工当学徒 每天在厨房尽心尽力 指导大家烧出一手好菜 就连烹煮好的佳肴 从摆盘到端上桌 都得注重基本礼仪 台湾人远赴柬埔寨创业 传授台式料理 烹煮技术 让柬埔寨年轻人 从工作学习创业本领 TVBS新闻吴建宏 蒋志伟 金编采访报道 现在的柬埔寨经费洗笔 最大的不同就是它完全无限制 欢迎外资开放进入的政策 现在在柬埔寨做生意和投资 最大的优势就是自由 主要是因为没有外汇管制 更没有规定出资比例 所以像是台湾日出茶泰 更是插齐柬埔寨 到现在分店就已经高达23家了 更有许多外资企业认为 柬埔寨是东南亚之中 经济最自由的国家 柬埔寨当地最大的百货公司 就是这间由日本人 所盖设的勇望百货 你可以看到 我现在站在这家店 你是不是觉得很眼熟呢 没有错 这就是台湾飘洋过海 来到柬埔寨开设的珍珠奶茶店 台湾品牌珍珠奶茶居然出现在柬埔寨 先以当地人尝鲜 平均一天至少热卖100杯 珍珠Q彈滑嫩 这是柬埔寨人对台湾的第一印象 但价格并不便宜 这杯珍珠奶茶柬埔寨文 叫做戴古一杯2.8块美金 相当于台币90块钱 以这样同样的价格 在台湾可买两杯珍珠奶茶 日出茶泰 2013年插旗金边和吴歌窟 锁定观光景点 展店迅速至今达23间分店 平均每年卖出20万杯珍珠奶茶 营业额高达1500万元台币 过去20年 外国企业直接投资柬埔寨总额 高达近300亿美元 前三名国家分别是 大陆103.01亿美元 韩国44.71亿美元 欧盟投入资金也有33.72亿美元 这间由台商全而投资的纺织工厂 位于在金边的甘拉省 占地将近30万平方公尺 在这里所有的员工 每天生产将近1万件 专门帮意大利品牌 Armani生产制作牛仔裤 600多名站在第一线作业员 忙着赶工加班 要把眼前这一大块牛仔裤布料 按照标准尺寸规格 裁紧下来 再将牛仔裤车缝 从整趟 定上品牌logo 最后包装放入纸箱 直接外销意大利 控管牛仔裤品质 就连数量更是严格把关 这件牛仔裤经过 品管认证之后 最重要的步骤 现在就要来进行打标 只要将这个标 打在这个裤子的口袋上 这件Armani牛仔裤 大功告成 台商透露 2012年出口件数 42万件 年年成长 到了2015年 高达52万件 Armani的订单 大概每年以10%的 成长的数量 在这边在生产 那年出口额 现在目前大概可以达到 800万美金左右 Armani为了要开发一些新的 比较价钱比较低廉的产品 所以它会到柬埔寨来生产 对外资企业来说 投资柬埔寨看准低成本 工资便宜 劳动力年轻 产品出口关税减免优惠 能提高产品价格竞争力 外资进入东协新兴市场 除了从中能获取高额利润 但也必须要有承担风险 心理准备 TVBS新闻 吴建宏 蒋志伟 金编采访报道